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幼化或者是幼化教育 就能关注到我们的一个微信的公众平台 关注了之后呢 我们里面有一个人工客服 找一下啊 关注了之后呢 右下角有一个幼化 嗯就挡住了 右下角是有一个幼化 然后幼化点进去之后 有一个人工客服 会出现一个二维码 大家去扫一下那个二维码 就能加到我们非常美丽 可爱善解人意的我们的客服的小姐姐 然后它会帮助你一些平时的一个画面的问题 以及我们上课的一些工具材料呀 以及我们直播 录播遇到的一些问题 都可以帮你去解决 啊就是我们右上角这个今天比较高兴的图是在哪里找 请给大家说一下下 好那同时呢 那个水彩的今天的这个素材图 以及这个线稿啊 除了刚刚我们的这个人工客服老师以外呢 我们可以在同样是优化的一个公众号里面去回复啊 就更方便更快捷的一个方式 大家看一下 就可以在对话框里面去回复 水彩素材图 这五个大字 呃它就会蹦出来 我们水彩只要上过公开课的一个素材图都会蹦出来啊 大家就可以去找到更高清的一个图片 不管你之后想去参考 还是想去临摹写声啊 都可以去找到啊 水彩的一个作品图呢 就是今天的这个作品图画完了之后 会在我们的后天 然后上传到我们的优化的微信公众号 大家可以去回复这五个字 看到我们往期以及包括今天的一个水彩作品图 好吗 这就是提前啰嗦的一些东西 好那我现在就要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所用的一个画材 好首先先说一下今天用到的一个纸 今天用的一个纸呢 是传承的棉浆 棉浆纸啊 棉浆纸是一个中粗纹 那有些宝宝就说细纹中粗纹 还有一个粗纹 我平时应该怎么去选择 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所画的一个画面效果去选择 比如说想去画一些比较大幅的一个风景画 比较细腻啊一点的这种人物化 就是比较需要叠加需要去塑造 还有这个就是我们的包括一些花卉啊 需要湿化法的话 我们可以用到一个中粗 因为中粗纹的话 它还是比较相对于来说 细纹会比较吸水的 而且它非常的 就是在一个中间的档次 就是在细纹和粗纹之间 它的一个纹理是就是相当于 在细纹没有细纹那么细 也没有粗纹那么粗糙 我们在控水 包括在笔触方面啊 会比较好控制一些 所以大家如果是一个新手的话 可以选择一个中粗纹的一个水彩纸 那么今天选的是绵浆纸 绵浆纸呢 相较于我们的这个木浆纸来说呢 它会更加的耐磨一些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画 类似于今天这种比较偏向于写实风格的 类型的一个画面 什么是写实风格的 就是说你需要多次去叠加的一种画法 然后它比较参考这个素材图的这种感觉啊 那我们就可以用到我们的这个绵浆纸会相较于木浆纸 会更好用一些些 好那这个就是一个传承的中粗绵浆纸 这是纸啊 我们介绍到这里 那如果你想画那种比较细腻一点的插画 就是小幅的一些插画啊 风景也好 人物也好 那大家可以选择一个细纹纸 包括今天的我们这张这张画啊 其实如果你手边有细纹纸的话啊 也可以尝试 但是一个区别就在于我们的这个中粗的一个纹呢 它吸水性会比较强 呃细纹的它不大吸水 所以说稍微你可能画一点的话 这个颜色就是水啊 立马就会干了 如果你用的是一个细纹纸的话 就可能要速度要快一点点啊 就是这一点要需要注意 那粗纹的话可能相较于我们小麦来说 是不是很好控制的 因为它本身的纹理会比较粗糙 好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 我用到的一个颜料 今天用到的是割纹的一个管状颜料 把这个颜料挤在了我一个分装的小盒子里面 啊 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镜头啊 有两个 左边是一个 大家看到吗 左边是一个镜头啊 右边是一个镜头 这样更加方便我们 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的一个效果 包括一个录播的一个效果啊 今天这个冰块挺凉快的 好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管状的 水彩颜料 好 其次我们来介绍一下笔啊 今天用的笔非常简单 用的是一个梦星河 也是优化自主生产 然后大家基本上在优化报了课 水彩课程呢 基本上人手一支的这个 比较好用的一个小号的啊 小号的一个梦星河的笔 它就比较适合画一些细节 比较适合画一些花朵呀 以及这个枝干呀等等的 都是比较坚固一点的 好 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不一定今天能用到啊 一会看情况 这个是新概念的一个勾线笔啊 它是一个这种源头的 这种源头的啊 它不是中国毛笔 它是一个西洋的画笔 这种 这种啊 这种 好 那除此之外呢 今天就是我们画这个水彩 需要准备的 这个捏成一个长条 人手树枝啊 人手树枝梦星河是吧 好用 看这个 这个捏起来有点有点丑丑的啊 就是我们的可塑橡皮 然后我们的橡皮 以及一个自动铅笔 就画水彩的三件套 我们自动铅笔呢 因为签芯会比较细致一些啊 所以说我们在画水彩的时候 需要一个比较干净的线稿 需要用到的 就是我们的一个自动铅笔 好 那这个橡皮的话 就是擦线稿用的啊 这个是需要去滚 就是我画面中 被我的手啊蹭脏了很多地方的话 我就需要用这种可塑橡皮泥 去把它的画面当中的一些 比较脏的东西去给它滚掉 知道吗 这个就是一个可塑橡皮泥啊 我需要把我的这个 稍微往这边移一点点 调一点点 挡住了我的画面 好 那除了以上的话 今天就是说 有没有用的啊 但今天一会儿会讲到的是一个水溶性的彩线 那像我们今天画的这个冰框呢 教大家一个小方法 就是说你在起行的时候呢 可以用水溶性的彩线去给它勾一个线 那把你的线签笔 搞得一定要到时候擦干净啊 那这个水溶线稿它有一个好处 水溶性的这个自动铅笔啊 彩色铅笔 它在画的时候有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我在用水去画这个水彩的时候 它的边会给它融合掉 它就会比较的干净 它的边缘会比较整齐 没有像自动铅笔 这种黑色铅笔留出来那种印记 当然我们平时这样画是完全OK的啊 但如果你画类似于一些小插画 包括一些比较偏写实的你可以考虑啊 就可以用到一个水溶性的彩色铅笔 好的 这就是我刚刚所讲的一个画材 当然还有我们最重要的水彩 最重要的一个水啊 所以我已经揭好了有三个格子 其中一个格子是需要沾清水的 我看大家说的什么 我的橡皮好脏 好 那今天的这个纸张 我是有给它进行一个表纸的 因为也没有说是需要大面积的湿画 那为什么要有表纸呢 因为我在需要在这个画面当中 画冰块的时候会用到一个 干湿结合的一个画法 会稍微铺一点点水 那这个时候纸面它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点起皱 那为了让更好的这个 大家有个观看的一个视觉效果的话 我就进行了一个表纸 那表纸的一个造成 大家想知道的话 也是同样关注我们又画的一个微信公众号 回复 回复两个字啊 表纸就可以看到 一个是国画的表纸方式 另外一个是水彩的表纸方式 大家就可以去看去学习 好 那这个表纸的话 你们搜到的时候 当时是就是刷这个一面水啊 因为我们现在是夏天了 有些地方比较干燥 那如果对于我们这个老手来说 如果你的表纸总是失败的情况下 大家可以两面都去刷水 这样的话在夏天的时候 它这个就比较容易表成功 因为有时候干的太快啊 这个纸面可能已经干了 但是这个板子包括这个胶带还没有干 就会造成我们的这个表纸的一个失败 这就是一个小题外画啊 给大家说一说 好 那这个线稿呢 今天已经提前的画好了 刚刚上课前我还在说 为什么 为什么我要 我要这样对待自己 昨天上webic课就画了一个比较偏写实一点的这个花朵 给你们看一下 哎我的那个花呢 哦在这 昨天上课就画了一个比较偏写实一点的这个叫什么啊 鸢尾花 昨天上课上了三个小时 结果呢 今天又选了一个这样的素材图 因为这个素材图是周二的时候选的 哎真的是 用什么来形容我呢 是作呢 还是作呢 就选了一个这种比较偏写实一点的风格啊 不过也没关系 那就是我们大家如果看到了类似于这种啊 看上去很触的这种画面 怎么去用水彩的方式比较快速 也比较出效果的去表现出来 那今天也是上课的一个重点 教大家 大家先不要着急 因为这个这个画面的起形形体 我一会也会讲 它并不是非常困难的 那如果你稍微有点耐心 把我们的这个形体起了之后 里面的这些小点小点点啊 不用起的过于的细 因为我这个相稿是为了已经扫出来了 是为了细致一点 针对于大家想要去临摹这张画的话 会看的更加清晰一点 大家想要这个线稿的话啊 同样是关注右画的微信公众号 右下角有一个右画点击人工客服 就可以联系我们温柔可爱的客服小姐姐 她就会把那个线稿发给你 好吗 没有问题的话 敲一个一 今天四个小时 谁说的 嗯不行不行 四个小时太累了 我就快疯掉了 今天四个小时 25102914601 记住你了啊 虽然这么长的数字 可能记得不是很准 好 这就是以上啊 前面15分钟 罗里巴索说了一些啊 一个关于我们课前的相关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那刚刚有宝宝说了 我们今天的这个冰块看起来非常的清爽啊 符合我们这种夏天的感觉 那这个冰块呢 今天是画一个组合的冰块啊 那单个的一个冰块 它也有这种方式 我们组合的冰块 它会考虑到在叠放的时候会有一个层次的一个颜色的变化 包括一个阴影的一个小关系啊 小小点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组合关系给它表现 同时呢 它这个下面会有一点点的这种阴影 有一点水渍啊 我们一会也可以通过实画法去给它稍微的表现一下 那说一下今天我们水彩中遇到的一个技法问题 大家看一下啊 好 那么之前如果看过公开课的 我们的比较偏小白的没有接触水彩的这个可爱啊 可能不会知道我们水彩是由两种画法 一种是干画法 一种是湿画法 我们先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这两个画法啊 是冰薄吗 是冰块啊 冰块 好 首先干画法呢 就是这个概念啊 就是它是一个在干底上进行着色的一个画法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纸面 它是一个非常干燥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在这个纸面上去进行一个画 那这样的一个方式 它就是一个干画法 那一定要注意干画法 不要光记得干 所以说你的笔它永远是水的 因为我们水彩啊玩的就是一个水 如果你没有水的我们的这个水彩画就不成立 那就会变得非常的干涩 干涩的水彩画呢 它的颜色非常的酷 啊 就是很酷的那种感觉啊 就是很干吧 很干吧 没有这种水润的水透润的感觉 所以说画水彩的时候一定要加水 我们调和一个比较适当的一个比例 我们去画的时候 它能够表现水彩的一个特别透润的感觉 那这种在干纸上进行一个着色的方式呢 就叫一个干画法 那湿画法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刚刚的这个底 它已经涂湿了 在这种湿的情况下 我想要给它进行其他的一个技法 比如说点染啊 比如说晕染啊 渲染啊 渗色等等 我需要在这个湿的上面进行一个上色 那它会有一个颜料啊 进行一个扩散开 那像这样的一个画法啊 就是属于一个湿画法 也就是它本质的区别 一个是在干底啊 一个是在湿底上 不管你是有色的湿底 还是说在白纸上啊 进行一个刷清水的一个方式啊 比如说看刷了清水之后 它这个也叫是一个湿画法 知道吗 那么之前我会有跟我们上课上 正在上VIP课的学员说过啊 就是我们正式在画任何的一张水彩画的过程当中 谁说我手白了 手这么黑 哪里白了 没有我正在讲课的时候 看到大家发弹幕 我就忍不住就想笑 那我们在正式画的过程当中呢 它就会有这种干湿画法结合 因为如果你光用干画法啊 就是笔 就是个不光是笔干啊 这个纸面是比较干燥的情况下 它没有这种湿画法比较扩散那种感觉 没有扩散开的那种效果 没有那种朦胧的效果 那它的水彩的水味啊就会少很多 所以说其实在真正画一张水彩的时候 往往是干湿画法结合的 它不是像我们画素棉 画彩鲜 一点一点的去敌色 它是利用水啊 一定要是去玩这个水的 所以说对于我们小白来说 很多很多的小白 刚入门水彩 就会占取过多的颜色 导致你的颜色非常厚 像是在画水粉 像是画饼漆 嗯 没有水彩的感觉 这就是一个小的一个知识点 所以大家一定要铭聚一心 好吗 好的啊 这个就是一个干湿画法的一个概念 那今天呢 我们是干湿画法交叉进行的 那但是干化法居多 干化法它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点 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轮廓线 也就是说我在干纸上的时候 它非常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线条 因为那边没有水 那如果我一旦这边有一个水 大家看啊 它的颜色它就会往那边冲 它就会冲过去 知道吧 它就会冲过去 或者说流过来 它就会没有这种定向性 所以说这个干化法 我们看到今天的这张画面当中 它就是三个乖乖的放在这里面的这个冰块 它的这个边缘的话是没有这个背景的 它是一个白色的 所以这种画法的话 我们普遍是运用的是个干化法 也就是说不会说是大面积进行一个刷水 但局部会有一些刷水啊 所以说今天这个画法也就要比较偏向于写实一点点 那今天的这个用色呢 相对于来说会简单 给大家认一下色啊 那今天的这个冰块 大家看右上方 它的这个画水彩一般是从浅到深去画啊 因为深色没有办法 就浅色啊 没有办法去覆盖深色 它不像我们画其他的花种 白颜料啊 就是我们美术生心中的这个宝藏 这个白颜料就是非常需要的 但是画水彩中 你看我的这个调色盒里啊 是没有白色的 它是通过这个水 它是通过这个白纸去映衬出来 它这个底的一个白色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画种啊 好 那我们看颜色 在画亮部的时候啊 你看那画面当中没有这么浅的颜色 我怎么办啊 就加水 那基本上这个颜色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到一个湖蓝 湖蓝或者是一个太金蓝 太金蓝的一个颜色 就是我刚刚占取的 这个太金蓝就类似于你们啊 所熟悉的一个天蓝色啊 天蓝色 那加水加水 稀释它之后 它就会变得很淡 很淡 那这种情况 这种这种颜色呢 我们就可以画右边的这个亮面 亮面的颜色 你看是不是很像 因为这种画面 它整体偏冷 它的色彩今天是比较单一的 它普遍是偏冷色调 所以说用色其实非常简单啊 那亮部就可以用到这种 非常干净的这种天蓝色 湖蓝这个颜色 它比较偏向于 就是有点闷 就是我个人感觉 会稍微有点偏闷的感觉 如果我们画这种晶莹剔透的 比如说我们的这种杯子啊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冰块啊 这个亮部可以选择 用这个太晶蓝去画 会比较的清透一些 好 那说完了亮部呢 那我们就说一下这个暗部 暗部的这个颜色呢 它会非常深 你看啊 最深的那个颜色啊 眯了眼睛去看 最深的那个颜色呢 它里面肯定多多少少 会有一点点的这种灰色调 灰色调也就是一个 我们水彩中经常会用的一个 培恩灰 我的这个调色盒里没有几枚黑色啊 用的是一个培恩灰 培恩灰相对于来说 它在水彩中运用的会比较多一些 它颜色没有那么的深啊 它也是一个黑色调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蓝色的基础上啊 去混入这个培恩灰 好 那么我们可以利用一个水的堆积啊 达到 看水的堆积达到一个深的一个程度 完全不需要直接沾去 非常非常浓厚的颜色直接点上去 明白吗 我们不需要说点很厚的颜色点上去 来达到一个深度 我们可以利用水 就是说水堆积了这个地方啊 它会 这个地方如果堆积的水 它会非常的深 如果再往这边拖 没有水堆积的地方会比较浅 而这个地方水多堆积一会儿 就会显得深 看到吗 这个地方比较深一点啊 这个地方比较浅一点点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小技巧 把你的画面画得更加的透润一点点 好 那说了一个亮部呢 说了一个暗部呢 画面当中不可能就是只有这两个颜色 还有一个灰面 就大家比较忽略的一个小灰面 那灰面的颜色也是这个画面也是比较好调啊 我们只需要去考虑一个明度变化 给大家讲一个小小的一个小概念啊 明度 大家只需要去记这个明度 它主要就是一个明亮的一个程度啊 因为画面当中蓝色用的居多 我们通过这个添加水和加颜料的方式去提高明度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比如说我这个颜色最深的时候 我可以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程度 那它的明度也就是说它的明亮程度是较暗的 那这个时候我通过加水给它稀释 它的明度逐渐在怎么样 逐渐在提高 因为它变得越来越亮了 逐渐接近一个浅色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是用到了色彩三要素里面 这个明度的一个概念去画这张画 只不过我们在运用当中的时候 会在这个蓝色的基础上去调入一个喷灰 或者是我们的一个群青还有一个谱蓝 基本上就用到这几个颜色啊 其他颜色很少用 可能还会用上一点点的这个大红色 去跟这个红色去蓝色去调和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颜色 明白吗 明白的话敲一个三吧 所以说今天的这个小知识点就是说通过改变这个明度 加水和加颜料来去画这张画 所以说通过我这么一分析啊 大家觉得这个其实这个画面 它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难 因为有一些画面我们还需要去调色呀 但今天我们的用色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眯着你的眼睛啊 去看这个画面来区分出深浅 这个应该能区分开吧 因为大家应该都能做到啊 即使你是一个小白 你也能区分出一个深浅变化 你只需要能够找到一个深浅变化 那么今天的这个冰块 你也可以画的非常非常的好 就要相信我啊 这个不是一个很难的一个画面啊 好的 现在已经放过来喝口水 好的 那刚刚说到我们的颜料之后呢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今天的这个线稿啊 那这个线稿的话 它主要就是一个立方体 我们来看一下哦 简单的说一下这个问题 因为我看到有还说不会起线稿啊 没有任何的一个基础的话 我们怎么去画 那这个我就很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 好 那我们的这个立方体呢 同样是一个这个概念啊 你看左边的这个立方体呢 它是一个正面 我们现在其实在平视啊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 相当于坐在我们的这个冰块的正前方 正前方我们去平视这个画面的一个 这个感觉 所以说我们左边的这个图 我们能看到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正方形 我就简单的去画一下啊 一个正方形啊 或者一个巨型吧 不能说一个正方形 一个巨型的一个图 那它上面其实还会有一个面 如果它仅仅是这样的话 它就是一个平面 还没有立体效果啊 那这边它肯定还会有一个面 它的一个关系啊 其实是一个素描的一个关系 好 靠了近啊 它我们把它画全啊 画全 画全啊 有一个素描的关系 好 它上面的这个位置呢 同样还会有一个叠放的一个 小的一个冰块 大概在这个位置 看到吗 我大概画一下啊 它这个冰块不一定是 就是四方形 它有可能像 现在我画这种比较切开的 就是切这个平面 它会比较的多棱形的那种感觉 那它的这个面啊 侧面还有一个面 在这个位置 看到没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它这个面 这个面是面向我们的 后面它还会有一个面 在这个地方 看到吗 在这个地方 它在这个地方架的 然后这边还会有一个 还会有一个 在这个前面有一个真挡关系 在这个地方 好 也是啊 找正对你的这个面 正对你的面的这个地方 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正 这一个是一个正 这是一个顶部的啊 这是一个侧面的 我觉得你们如果是数学学的好的可爱 画这种图应该会非常轻松一点 这就没有不需要一些美术基础了啊 然后看这边有一个图哈 靠近这边其实还有一个面 看到没 它翻过来有一个面 然后到这底下还会有一个面 侧面的一个面 它这边一个是这样的一个图形 所以这边其实你能看到三个面 看到三个面 看到吗 所以说其实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个图形 这边画的过一方了啊 过一方了 就把它可以棱角去给它调整 我们找到这几个关系之后 就能把今天的这个形给它 很快速的给它起形出来 那老师说 那我要画写实啊 里面这些细节怎么画 注意啊 当你很细致的去把这个细节 画好了之后呢 里面我们先需要去 像我们现在看右上角这个图一样 眯着眼睛先去找暗部 你要学着我的这个方式啊 眯着眼眯着眼 好 眯着眼感觉到了这个地方有一个比较深的一个地方 我们可以去用你的手啊 大概的一个轮廓线给它勾出来 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深的位置 好 靠近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比较深的位置 它有一个形啊 有个形 看到吗 好 靠近这个地方看到吗 它也有一个比较深的位置 这个深的地方也是有形的啊 我们可以用眯着眼睛方式先把这些深的地方去找到 并且深的地方它是有这个形状感的 我给大家拿出来看一下下啊 好 大家看这个图啊 把它放大看一下 你看你看 这个图今天找的还是比较高清的 所以说如果你是一个画彩迁的可爱啊 这个图也是比较适合你去画一个超写实的 好 你看 它的这些小细节 如果放大看 你会觉得就是摸不到头脑啊 但是缩小 你要看右上角的话 我会非常明确的能看到哪里是灰面 哪里是最深的面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深的这个位置啊 给它确定出来 这个形体给它确定出来 去给它勾勒出来就好 至于里面这些密密麻麻的 细小的这些啊 这种密集恐惧症的小点点啊 大家不需要全部去勾勒 而且不需要全部去参照它 一比一的去画 听到吗 别的话中我不说啊 就是在水彩当中的话 我们很少说去画那种 嗯就是完全跟照片一样 超写实的那种 因为水彩画会比较的吃亏 因为水彩它是需要 等颜色干了之后去画 而且它会导致就是 多次叠加会导致颜色变灰 它不像我们采迁 它一直去叠 它可能导致是一个叠色 叠不上的一个问题 但它不会说颜色就是变灰 那水彩的话 它就会遇到这种情况 而且会如果说叠加过多次啊 就是纸面脱缰啊 这种情况都会遇到过啊 那这些小点点 我们如何去处理的 你看刚刚我在画的 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刚刚用的这个留白胶啊 涂了少部分的地方 我今天没有大量用这个留白胶 在这个位置 你们刚刚看到了 也就是说右下角的这个 这个冰块 它在这个地方呢 非常密集 也就是说特别特别多的 一些小细节啊 看着人特别头疼 那这个位置呢 我就给它用留白胶去留 随意的去点的一些点 那我这次用的一个留白胶 是申内利尔的一个留白胶 它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尖尖 就是它这个有一个针尖啊 它就会防止它堵住的一个留白胶 然后我在图的时候就非常的 就是放松啊 就是感觉也没有去 完全的去参考这个原图啊 然后直接在这个感觉 它会有这种小水珠的地方 去给它啊 滴上去滴这个留白胶 那如果你是一个纯小白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在大面积的一个使用留白胶 可以大面积的在这个水珠的位置使用留白胶 那剩下就非常非常好画了 知道吗 好 那其他地方我就暂时不用这个留白胶了啊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推着去画 起稿起的好认真 细节都带出来了 为什么画的这么认真 给大家说一下啊 因为这个线稿刚刚有说了 已经发给我们的客服的老师 我们的今天的这公开课堂啊 会遇到很多的第一次接触水才 也有第一次接触我们画画的一些小可爱啊 大可爱们 所以说他们的话可能基础会比较薄弱 看到张图不知道如何去处理的时候 所以说我会画的相对于来说细一点点啊 如果你看照片看的不是头晕眼画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线稿 线稿的话啊 有深有浅的一个变化 你可以找到一个重点 找到一个相对的一个轮廓线 我看你们说的什么 雾霾蓝 魔方 啊我对 我今天用的是一个分装盒 装的是歌文的一个管状 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设备越来越的高级了啊 左右两个摄像头 左右两个摄像头啊 所以说左边调色 右边这个就不影响 我就换了一个比较小一点的盒子 在右画买了留白胶还没到 怎么画 怎么画 手动留白 那我现在就教你手动留白 只有这个地方我是留了一点点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开正式画 大家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的话 敲一个6 这这今天这个画啊 肯定会 就是 比较的 繁琐啊 就为了让自己亢奋起来啊 大家就应该动动手指头 非战斗人员请撤离 说到一个小 就是前段时间不是VIP课的时候的第一堂课的时候 有讲到一个小知识点 我们分享给我们一个VIP的一个学员 就是画我们的这个水珠 其实这个水珠呢 水滴呢 它就跟我们今天这个画这个画画法很相似啊 比如说我们的画这个圆的一个水珠的时候啊 我们就可以有一个高光的一个位置啊 比如说高光的位置在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在靠近高光的地方相对来说会比较深一点 慢慢向下过渡 它的这个水珠就非常有质感 那么我们改变了这个情况下 我们的今天的这个水珠呢 它普遍是偏这种形状 看到吗 它没有说这么那么圆啊 它也有这种圆的水珠 那同样这个水珠上 它也会有一些的这个高光 同时它也会有个深的地方 今天我为什么要找这个图来画呢 因为前段时间有有学员在B站上反映啊 说想看画玻璃 其实之前用画有公开课是画玻璃的啊 你就是那种玻璃杯啊 但是这个冰块和玻璃杯的一个画法 包括不锈钢的一个画法 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就是他们的对比拉的非常非常的开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重点 也就是说一个明 一个暗 非常开 它就会出效果 我演示一个小小的一个知识点啊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蓝色的一个水珠也好啊 我们在画这个位置的时候 可以颜色的稍微的深一点点 好 越靠近下面的位置的时候 我们逐渐的去给它加水 让它的颜色变得越来越浅 看到吗 就非常简单的 就能快速的去画出一个水珠 下面非常非常浅 然后我们一会等它干了之后啊 给它最底下的位置 加上一个深一点的这种阴影 那它其实这个水珠的一个形啊 大概的一个感觉 其实已经出来了 要等它干啊 这个没有等它干 那今天的这个画法 同样也是这个道理 那这个水珠 它也是通过光 因为这个水 它是没有颜色的啊 你之所以能看到今天这个冰块的 这种比较一深一浅的变化 就是因为有光线 有光线的映衬下 我们的这个画面中 我们就可以利用一个什么小技巧啊 也就是说先给它画一个 一遍这种浅色 浅色调 在这种浅色调的时候 趁湿润的时候 利用我们的一个湿化法 去点染或者说加深 我们的一个暗部 来达到我们的这个水珠的一个效果 比如说你还可以加上一点点的盆灰 就是刚刚说到了用色 可以用少量的这种深色 来去表现这个水珠 也就是说让它的深浅效果更加明显 那么今天我们就主要就是利用这个对比关系啊 去画这个明暗的效果 好 那么就不多说过多啊 大家现在可以就开始看了 在画这种比较偏写实的这种画法的时候啊 我们可以边画边擦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线稿一开始是起的比较的重的 但是在正式画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线稿给它 稍微的给它擦浅一点 老师今天大概能讲多久 我做个心理准备啊 今天 今天不晓得耶 我感觉至少得九点半吧 保守期间啊 不敢保证啊 一会儿就听到打呼噜声音 就不要怪我了啊 我每次一抬头看有没有发弹幕 就想笑 西瓜瓜子 矿泉水 饮料 准备起啊 脚脚该抬一抬了 好了 我们现在开始就是画这个画啊 等一下 把我的准备东西准备好 好 因为呢 橡皮啊 把你的这个画面当中的这些东西 给它稍微擦浅一点 这样的话 一会儿我们去画的时候 会更加好画 好的 大家看一下右上角的这个图啊 我们现在只需要先去找这个大关系 不管你是画偏写实一点的啊 还是我们比较放松一点的 这种偏实画法的这种感觉 我们一开始都是要从一个整体出发 去往细节推 任何时候都是 哪怕你看到一个抄写实 它也要考虑一个整体啊 那你有 应该也有见过有一些画家 他是从局部开始慢慢推的 但他一定 他也是要需要去放 就是退后去多去考虑 它的一个整体关系 它的这些东西都是明居于他心的 对于我们小白来说的话 我们一定要先把这个整体 放到第一位 好吗 好 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去调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用的非常的简单啊 我们先从最大面积的一个浅色 开始入手 那么占取这个泰晶蓝 哈哈哈 脚 脚抬一抬 好 蘸起这个泰晶蓝之后 你看我现在在不停的这个加水啊 就去稀释它 我刚刚有时候泰晶蓝它会非常的纯一点点 就会比较好一些 好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稍微的局部啊 给它上点水也行 然后直接去画也可以啊 我现在就可以直接去给它画 那刚刚有说到的这个里面 它会有一些留白的这种感觉啊 我是直接就给它留出来了 就是说手动去留 那手动去留的话 基本上是属于一个干画法 因为这样的话会比较的好控制一些 好那我刚刚也有说过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我们在画这张画的时候 不需要就是大的感觉我们对了就OK 不需要完全的去参照我们的这个图去一点一点的去抠 太累了 没有这个必要啊 而且画画的话就是画的跟照片完全一样的话 我们利用水彩的话会非常的吃力 包括你们在画其他的一些画种的时候 这个画写实类的这种感觉的时候 也不是说完全参照照片一模一样去照抄 那样的一个画作也是没有一个灵魂的 它也是需要一些主观的去处理的 比如说今天的这个颜色 它本身其实很灰 但是我把这个颜色调的更加的偏蓝了一点点 这样的话能感觉我的这个水滴啊 它是晶莹剔透的 好这个里面它会有一些留白的一种感觉 那么既然我没有用留白胶的方式 那么我就可以去给它留出来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你的这个线稿一定要浅 即使你的线稿里面没有这么多细节 你在画的时候稍微给它点带一些就能出效果 好你看我现在第一步啊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平图 也就是一直在这在这平图单一颜色啊 如果你这个时候涂了留白胶的话 你再上次上次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快速一点点 那这个地方我就没有用到留白胶 好这个地方也是比较偏浅一点 我们现在画的都是浅色啊 大家注意好浅色我基本上都用的是一个淡蓝色色调 好呃这个位置呢 它比较偏向一个这种灰面了 我们可以在这个蓝色的基础上 给它加上一点点的喷灰 一点点啊 稍微灰一点点 你看今天这个用色非常简单 好注意小细节 画到边缘的之后啊 画到边缘的位置 这个毛笔啊 要把它收住 不要让它来回的去炸 什么 那个飘的卡通能关掉吗 什么什么东西啊 哦 是你们你们的那个是吧 我这个屏幕上没有问题吧 裴恩灰怎么调出来 没有裴恩灰啊 那你就用蓝色调一点点的红色 红色稍微多一点点 就是我们之前不是讲的那个三元色吗 三元色你红黄蓝去加 也是能调出一个灰色 但是会没有这个裴恩灰那么的纯透一些 颜色会有一些些的 就是脏 好我们手动就可以去 主动的去流出一些白 看到了吗 就比较简单的去利用一个平图的技法 去给它画 好 看到了吗 好我们继续啊 咱们不不耽误事情 我们继续在第一遍的时候 普遍是我们先走一个大体的一个效果 先给它整体的出来 好我们继续看一下左边的这个 左边的这个图它同样是它的大面积也是一个浅蓝色调 能看出来吗 它绝对不是暖色调对不对 所以你就可以利用这种蓝色调去给它画 好刚刚我教的是一个干画法啊 我现在可以给你来一下湿的 湿的话比如说我们就用水啊 清水 打湿 打湿什么位置呢 其实跟刚刚画是一样的 我们就可以打湿一些 我们需要画的一个位置 那干湿的一个区别就是说干画它会比较的稳定一些 它比较对于新手来说好操作一些 湿化的话它就会有不可控性 因为它这个水它会流动 控制这个水量的多少就会导致你的画面啊 有多少的一些差异 所以说水彩它是没有一个一模一样绝对的 同一张的一个作品的 都是独一无二的 好这个时候我刷了一遍这个水之后呢啊 大家可能看不清这个颜色啊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可以啊 继续占去刚刚的这种太晶蓝比较纯的颜色 在湿的状态下去给它点染 大家看到了吗 然后它颜色会啊飞速的这种扩散开 那扩散到这个位置 你看它慢慢会往这边扩的啊 它会相比这个来说 它会比较的晕染的会比较自然一点 它会没有那种边界线 也是非常好看的 你们看啊右上角 其实如果你们点到原图的话 可能会有点懵啊 但是今天我教你的这个方法之后 你跟着我走 你的这个绝对也会出效果的 没有那么难 你像我们水彩现在开设的班级 风景班 还有人物班 还有花卉班 很像这种啊 都是非常入门 很简单的画作 就没有 暂时啊 没有在这个上线 之后可以针对小白来说 啊 开设一些比较更加基础的 比如说一些镜物啊 啊 类似这种冰块啊 或者说这种海洋生物呀 小动物啊 就是比较简单的一种画法 可以之后考虑开设给大家 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说它其实是很简单的 它相较于我们目前啊 线上的这个花卉呀 还有这个人物班 还有风景班 它相对来说要简单很多的 好 诗画法的这一遍 给它画完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去给它 在更深的位置上 去给它点染一些颜色等等 比如说加上一点点的盆灰 在我们的这个位置 大家应该能看出来 这个地方会比较的深一点点啊 那现在可能相对于 比原图要深一点 但它是因为有水 它干了之后 它就会比较的淡一些了 因为今天我们用的这个颜料 是歌文的颜料 歌文温纱旗下的颜料 普遍都是透明度非常非常高 它不像是美杰勒MG 那种比较鲜艳的颜色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画的深一点 其实完全没有问题的 干了之后 它就会变浅很多 好 那这个就是利用一个 这种诗画法 它会更加有那种透润感 这个就是干画法的一个方式啊 那我们在真正画的时候 其实干诗完全可以结合啊 看你的心情 那诗画相对于来说 其实是会快一点点 但干画 它可能会更加出效果 更加精准一点 个人感觉诗画法更灵动 是的 是这样的 因为水彩它区别于 跟其他画种的不同 也就在于它会 它会有一个诗画法 这个诗画法就会玩起来 就会非常有意思 你说拿一个水彩去真的去画 这种超现实超写实的话 那真的就是比较吃亏 用这个材料工具啊 不是说水彩不能画 有很多的画水彩比较写实的一些大师 古今中外都有 但是他们在画 处理水彩方面 还是相较于画油画 画彩迁 这种画作来说要 还是要相对于来说 要有一些主观处理 比如说近视远虚的关系 比如说取舍 会做的比较的多一些 没有去完全的去参照照片 好 稍微的去给它留上一点啊 留上一点 好 这个时候我们来去画这个侧面 同样是啊 我们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说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我现在就是一个纯小白 什么都不会画的情况下 我就直接给它怼浅色 但是浅色你要避开这些小水珠 但小水珠的话 如果那种比较浅的小水珠 不用完全避开 知道吗 那种直接可以覆盖 因为之后我们可以用深色 把那个亮部给它压出来 也就是说亮部 不一定非得留这个白底 知道吗 它是可以通过就是 第一遍的这种浅色 通过第二遍的深色 去给它压出来 大家只需要去注意这些知识点 然后记笔记 在真正有机会去画 这张画的时候 看着你的笔记 注意我所说的一些相关的一个点 你知道记住之后 至于颜色方面 你完全不用担心 这个颜色完全不需要 你说你说你不会调 就直接去占取这个颜色 就去就可以去戳上去了 就非常简单 所以你要记住这个方法 这个是刚刚的这个底色 它已经干了 我就给它再上了一点点颜色 能帮我再拿一个梦星河给我 在我的笔 好 继续我们来画这边的这一个啊 这边的这一个同样是 我们就可以去大胆的去画这个浅色啊 我想我今天画了这个三遍啊 因为相对于我们不会 不会的这个学员来说 应该会清晰一点点的 先不要被这些线稿所吓跑啊 这些线稿你听我 你听我说啊 这个正方形 大家应该都会画吧 正方形啊 应该学了数学 应该都会画 好 剩下这些东西啊 只需要注意一个暗部的位置 其余的这些点啊 你要说实在老师 我真是看不清图片上乱七八糟的东西 那我就不去画它 我一会儿就是可以用 刚刚我说的那个方式 用留白胶 直接给它戳 戳上几个亮部 那么的时候 你就可以大胆去画 就会出效果 想问老师啥时候 开一节羽毛跟古风的一个风景 可以呀 可以可以 安排上 因为最近在负责 负责咱们这个 大家的这个课程嘛 咱们风景 咱们花卉的二期 所以说还是比较 比较忙的 最近没有时间 给大家带来这个公开课 让大家这个 一直关注我们优化的 可爱久等了 好 你看 也是给它大面去上这种浅色 其实你看 我有时候都没有完全参照 这个线稿了 你看我现在有时候有点 你们知道啊 小爱老师是一个最没有耐心的人 但是 你看啊 就是这种方式 它一会儿也会出效果 你不需要去画那么惊奇的 今天这个客户就要上到12点了啊 好 靠近这个位置 刚刚我涂的留白胶 它已经慢慢的已经干了 对 三期的花卉 二期的可爱 不是说我一直不cue你们吗 今天不是cue到了吗 昨天上课的时候 二期说 没有cue到 好 大家看啊 这个地方的话 这种 这个地方你看 就比较放松 因为这个时候我已经涂了留白胶了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我就不用担心这个量部 有没有流出来了 我可以去大面积的去进行一个上色 因为留白胶它是什么 它又会拿那个猪皮胶给它接掉 它会给它擦掉 擦掉的话 那个亮部啊 那个白色的底就自然会流出来了 知道吗 我们今天有没有 我们今天有没有就是 新学员啊 就是说过来串门的 没有接触过水彩 零基础的有吗 有的话 敲一个三 好 稍微的去给它进行一个点图啊 这个时候这个地方 它已经完全的干了 干了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继续的给它深入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开始局部的去推啊 局部的去推着它画 就会比较方便一些 初晓 不要闹啊 不要闹 天地一白 不要闹 我都已经猜到了 我就已经用脚趾头都能猜到 你们给我撬个三了 就老学院给我捣乱啊 我们的李源应该好好熟悉啊 空白 8707 小柯 小柯柯柯柯柯柯 向阳 影 叶绿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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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个采迁般的是不是 听闻过这个大明 应该是 估计是展示这个优秀作业的时候 应该听过 还有诗歌 直播回放在哪里看啊 直播回放的话 今天的这个回放会在 尽快 因为明天是优化的工修 后天的时候会传到 这个B站上 也会有在优酷 还有搜狐的平台 去关注优化 或者是搜索那个优化美术 优化美术 就可以看到这个相关的更新的视频 如果你仅仅是关注了这个B站的平台啊 那就稍微等一下 B站也会上传 上传过来的 我是真的 樱花 樱花归尘 是不是 没关系啊 大家看一看 如果手边有工具的话 可以画好之后 拿过来让我看一看 进行一个指导 因为我们的这个指导是非常重要的 好 继续我们从这个位置去给它推着往下画 往下进行啊 好 看见这个位置的话啊 它这个亮部 其实我们就可以不用动它了 为什么呢 亮部其实现在已经达到的那种效果了 我们现在只需要注意什么 去区分灰面跟暗面 那灰面 暗面我们可以最后去画 我们现在去画灰面 还记得我刚刚说什么颜色吗 我们就用蓝色呀 就用蓝色去加这个盆灰 然后多加水 啊 这颜色非常好调 如果你有浦蓝的话 可以用浦蓝调 好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去慢慢的去推它的这个形 好 同样是你在画第二遍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个轮廓线 非常非常重要 老师晚上好 我不知道找谁你知道吗 找谁啊 找找找客服老师是吗 咨询课程的话 现在我们的诱化教育的这个写了一个主的 我们的客服老师已经回复你了 就是可以在微信中关注这个诱化客服2 就可以去咨询相关的一个问题 因为有时候我在画的时候 今天这个会比较繁琐一点 我就看弹幕的次数可能相对会少一点点 就有一些可爱给我发的消息 我可能遗漏了 希望大家亮节 我看到也会给你灰 好 这个地方可以再加上一点点的这种盆灰 好 您一定要注意啊 你的画面不是说仅仅是离远看 我们这个画面凑近去看的话 也要感觉到它的边缘会非常细腻 所以说这个时候 其实你为什么说我在慢慢的话 我其实没有说是对照原图去一点点去抠 我之所以慢是因为我想要把这个边缘留的好一些 就是边缘要整齐一些 如果你在边缘的时候来回的去拿这个笔去蹭 去蹭 然后这个是画第二遍的时候 在这个原来的这个基础上 看这边这个水珠 原来这个基础上就是很快速 那么它干了之后就会形成两个颜色 就会有一个不好的效果 所以这个是我慢的原因 而不是说我在去抠那些很小的地方 咱们不需要 咱们画水彩的话就相对来说要快一些些 好 那这个过程中呢 你也同样是可以留出刚刚的这种白色 那如果这一步啊 你可以一遍到位 就是我刚刚说两种方式啊 一种就是我们比较简单的先从大体入手啊 另一种就是你也可以从浅小的地方外的地方推 但你那个时候你的思路一定是要清晰的 你思路一旦不清晰的话 你的这个画面它就会显得有一点点的立体效果出来 因为那个黑白灰关系不见了 我画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啊 我们可以稍微的放松收笔 我现在是画的这个灰面的一个位置啊 好 也是一个比较偏侧面的一个位置 好 画到这边的时候 它会有个深的一个位置 深的这个地方 我们一会可以在这个地方直接去加 如果趁湿的时候也可以去点燃啊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可以利用这种干化法 就是说干了再去叠 干了再去叠的这种方式会比较的 不会出错 就是会对大家 所有人来说会比较友好一点 不会大的一个面积出错的一个感觉 什么 你们在夸唐唐 老师北方天气超级容易干 应该注意点什么 就是说超级容易干的情况下啊 首先呢 有好几种方式啊 因为本身我也是南 我也是北方人一个生活在南方的一匹北方狼 你就是说需要注意的一个点啊 就是说大家可以选择这个牛胆汁 牛胆汁这个种 这个东西可以滴到水里啊 这会让你的扩散效果好的同时呢 它会让你的颜料不会那么容易的干 另外一种情况下呢 就是说你自己本身在 就是干化化化的比较多 湿化化化的比较少的情况下 你可能自己最本身对控水啊 的了解并没有那么深 有时候比上总是少一些水 少一些水 导致你的颜色会干得很 很比较快 这个也有一定的原因啊 另外一种就是纸 其实好的纸 更好的棉浆纸 它吸水性会更好 它其实干的没有那么快 那比如说你去拿阿湿啊 去然后再拿就是宝红去对比啊 比如说去画一张湿化法的画面 你会能够清晰的感受到 那个拿阿湿的纸的话 它会干的比较慢一些 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说你还有什么方法解决呢 就是家里应该咱们北方都有这个加湿器嘛 加湿器放到这个旁边 把那个加湿的那个湿器啊 往这个画面中打啊 不是往脸上打啊 是往画面中的地方打 这个画面就会保持一个比较湿润的状态下 就是说你可以找很多方式去解决 我们这个北方天气容易干的这个问题 好这个时候我就要给它加深一点点 先画先画这一块吧 先画这一块吧 那一块等它稍微的干一点 因为下面这个是湿化法的时候 刚刚刷了一遍水 因为它大面积是浅色 这时候会比较好画一点点 好同样的颜色 你看今天简单不 颜色啊就没有那么多种 它就是比较单一的颜色 好讲到了刚刚我所说的一个知识点 也就是说画水珠的时候 深色可以更加的深一点点 这时候我准备另外一个清水 清水的一个笔啊 也就是说它占的是一个清水 它的作用是帮助我们去晕染过度 另一只梦星河 蓝月笑什么呢 笑我刚刚说我是一个 好 今天这个画其实相对比较磨人啊 我知道大家看起来的话 也会相对比较累一点点啊 手边啊 一定要准备相关的什么压长呀 压脖呀 吃起来嚼起来 但是同时呢 我们在看的过程中呢 也能够 如果说你已经接触水彩 能感受到一些东西 其实画我们这种比较偏写实的画作 它其实难度啊 就是说技法上难度并不大 就是如果你掌握了一些素描的基础的话 你有一定素描基础 那水彩它最注重的就是一个技法了 如果你又学会了技法 那么你在画这种类型的画的时候 你会非常得心应手 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难 但是说如果没有这个素描基础的这种情况下 你想这种画的话啊 我们就一定要先从这个形体去出发 任何画作啊 它都是先把形体先攻破 之后呢 这个形体和构图一定要先把它攻破了之后 我们再去谈之后的一些技法上色 这个是一定的 你看 竹层呢 去给它这个加深 颜色的话会相比这个圆图来说 用的蓝色调会啊 不变的坏 把它比它偏多一点点 让它更加的明快一些 谁来了 正正在吃猪蹄呢 对对对 咱们出现要总结 第一变浅灰 其实第一变也不是算灰色调 第一变就是浅蓝色 它不属于一个灰色 就很纯的颜色了 你看我现在在画的就是说 最深的那个地方 最深的那根 那根线 其实这个时候 刚刚线稿又起的非常细啊 也是给我们的这个 小白去看一下这个画面 其实我真正在刚刚画的时候 没有说那么细致的去跟着这个线稿 然后刚刚这个是一个清水笔啊 进行一个晕染 过渡 好 刚刚所讲到了 一直去控制它的一个明度变化 让一个画面效果出来 好 画到水珠的这个位置啊 大家如果拿到一个高清的图啊 我刚刚已经教大家这个高清的图在哪里拿了 拿到一个高清的图的时候 你能会观察到 先发掘它这个东西的一个特征 也就是说在这个水珠当中呢 它总有一笔颜色是相对于较深的 那么我们把这个深的位置去给它强调出来之后 那这个画面当中的这个小水珠的这种感觉 其实就已经可以感受出来了 看到了吗 是不是已经微微的能够感受出来 它的一点小的细节 小的感受了 所以这个其实这个点啊 就是说在画水珠 包括玻璃杯的这种情况下 你一定要先把这个高高光的这个地方 就亮部留出来 其余的地方 暗部的位置可以稍微给它卡一下 卡深一点点 那其实它的效果就会很好的出来 好 这个地方我也是手动去给它留了个白 好 趁湿的过程中我可以去点染 就点染这个深色 它可以慢慢的晕染开 好 靠近这个位置 它有一个深色 我们就可以去给它画出来 好 靠近底部的这个位置啊 是一个比较关键的点 我们先去给它卡一下 卡一下 我们一会再去画 其实我们真正如果说学过水彩的 学过画画的可爱 应该知道 我们总是在画素描的过程当中说 这个边缘不要去卡 不要去卡 应该有听过这种话吧 但是如果你在画这种不锈钢物体 或者说这种玻璃块的时候啊 如果你想让它出效果的话 那在边缘的一些比较深的位置 是需要稍微的去卡一下下的 这样的话 它的那个关系还会出来 因为这个就是它这个物体的一个大特征 也就是说它的对比关系会非常非常的强 那如果是不锈钢的话啊 如果你们在画不锈钢的物体的时候 它没有这个水 这个水那么清透 它在画的过程当中呢 它就会更加偏深 就是说它的用色会更加的 黑色会更加多一些些 当然了不锈钢物体它还有一些反光啊 看到吗 我一直在画上面的那个大的一个位置 一个面积啊 好 咱们再画一下左边 画一下左边的这个地方呢 同样也是 其实如果大家画这种比较偏写实的话 其实就是我觉得不需要特别的用脑 真的就是由如果你找到一个比较高清的图的话 真的就是可以去去照抄 但是如果你稍微会有一点点的美术基础的情况下 你会在这个照抄原图的基础上会给它处理的 会更加的灵动一些 会处理的更加好一些 就是用一种绘画语言的形式去表现画面的一个效果 视觉效果 而不是参照 完全参照照片 你看其实今天的一个概念非常非常简单 是不是 我们就一直在利用深浅 一直在利用深浅去处理这个变化 所以这个画方块啊 就是这种块状的这种冰块啊 它其实是简单的 好 这个地方颜色稍微深一些些 它干了之后又会变浅 因为啊 这个地方是因为我通过水的堆积 给它累加成这么深的一个颜色 好 我们再注意看 从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的话 原图它会比较的有点点深度啊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可以啊 给这个位置再给它稍微深一点点这个地方 就如果你要稍微偏写实一点啊 你看到这个位置你忍不住 还可以这点稍微给它来深一点点 然后用你的清水笔啊 给它往下过渡 这是一个清水啊 就是往上过渡 刚刚我们这个地方是进行一个湿化的啊 就其实湿化效果是比较好的 我们没有完全必要说是一模一样 其实这样的效果也就已经是一个OK的状态了 好 继续我们就画这些小水珠 那有一些水珠是我自己之后给它单独去加的啊 有一些是本来就有的 好 这个地方的话就给它加上一点小水珠 你看水珠啊 其实在原来基础上画个小圆圈 好 小圆圈画好了 一个边的位置稍微深一点点 它就会出来一个小水珠 你们发现了吗 但是如果你们自己在画的时候 好觉得 哎 这这东西好像有点不是很像啊 但其实它抓住的这个一个深浅一个变化 这个水珠的感觉 你远看就会出来了 你怎么画它都会多多少少都会出效果 所以不用担心 看到吗 好 我们继续啊 因为这个底下还没有画投影 如果画投影的话会更好一些 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可以继续的去给它加一些东西 比如说这个地方会有一个深色 你看 就是说这些深色 你都是可以通过啊 第二次去叠色的 叠加的 就是干的一个叠色方式 好 至于如果你想要绝对的那种写实的话 你就要把细节多加一点 就是说你细节的话 你加的越多 它就会更加偏写实一些些 但你要考虑一个叙事变化 比如说我们这个方块啊 近处这个地方离我们更近 那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位置给它强调一下下 就这个位置 深一点点 我又加了点这个配合灰色啊 可以把这个位置啊 稍微给它加深一点点 或者说这个地方 就是靠前的这个面对我们 视觉比较靠前的这一面稍微的让它离我们再近一点点 包括这个位置 稍微的给它深一点点 那么后面的这个位置就会不自然的会往下推一点 好 那在这个跟这个上面之间呢 它会有个小水珠 这个小水珠的刚刚已经画了一个底色了 我们只需要去点染一个深色 它这个水珠的效果就会比较明确的出来 看到吗 所以说你虽然说看我画的比较的复杂啊 比较头疼 但是你们画也能也能感受出来知道吗 就也能画出来 有那有那感觉了 有那味了是不 对咱们用画每一周都会有公开课的 但是就是不一定说是水彩啊 就每次有不同的 好 有一些小地方呢 我们继续用这个颜色啊 稍微的去给它加上一点点啊 这种 就可以稍微的去给它加深 虽然说它本身我们可能看的时候 看的不是很轻啊 那你看我在画的时候 如果我想要出一个水珠 这是一个平面啊 怎么出 你看我就很简单的就去画一个圆圈 在圆圈的基础上靠下一点 再点深一点 简单吗 是不是就很简单 就可以利用这种方法 如果你去放大去看的话 其实多就是这样一个一个感觉 如果你觉得一旦你觉得画深了啊 你就拿你的纸巾稍微的给它吸一下 它就会变浅一些 就是这么好玩 看到吗 这小水珠就会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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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碰碰的就会出来 很水润的感觉会出来 但你发现我这个底色啊 我就一直就没有怎么去去动它 因为这个底色它是比较干净的 如果对于小白来说 不知道不清楚啊 我就来回去蹭了 那么这个底色一旦干了 你这个冰块的一个水润效果会出不来 觉得这个比昨天那个 那个鸢尾花简单一丢丢 是的 你们也可以画出来 说到昨天那个鸢尾花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昨天我们 昨天我们就是上课的时候啊 有给大家讲过 因为我们现在是花卉的三期嘛 我们经常招 招生的是风景的三期 花卉已经开课了 然后我昨天换了一个 比较偏写实的鸢尾花 我可以 大家都是零基础进来的啊 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就是他们第一次感受 有很多都是小白啊 第一次感受的感觉 今天就可能就会 没有他们的一些相关的对比图了 但是可以看看 他们就是一节课的 四节课的一个进步 云朵 拍一下照片 让我们的这个云朵小姐姐 给我拍一下照片啊 好 我刚刚不是说我今天不是 昨天啊 画了一个这个 做那个鸢尾花吗 它不是比较偏写实一点的 或者画了三个多小时 然后其实这个花要比这个 这个要稍微有点难度 因为它需要进行一个调色 那么昨天看到我们这个花卉班 给大家看一看啊 他们也有画很多的一些花卉 他们是在刚开始开课 就刚开始上课 他们这基本上就是学的都是 前面的一个基础 才刚刚开始学完啊 教他们画叶子 你看 教他们画叶子 你看 画叶子 你看 这都是就是说真的是小白 然后然后一刚开始 他们今天刚进升到叶子 这是他们的第四课 然后就画完之后给他们看看 我不知道你们在不在 我今天就是说咱们三期的花卉 我很很少拿说是就是前后对比图啊 虽然说这些都是大家可能啊 是将来的一个黑历史 但是也是大家宝贵的一个财富 那么又画每次我都会给大家 进行一个作业点评啊 右边就是每一天都会给大家做一个点评 那不光是你要听课 你画画 你去进行点评 这一点尤其重要 比如说你去做了一套数学卷子 语文卷子 做完之后没有人去给你管 你只去看这个课本上答案 你根本不知道这道题错到哪里 或者说我的问题解决到哪里 我只能通过疯狂的去练 那这样疯狂的练 既就是很浪费时间的同时的话 就会比较耽误之后的一个进程 看到吗 所以说一个需要进行一个指导 这个这点是优化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色 也是我们老学员都知道 也是比较关注说 很多的一些线上机构 就是没有优化的这种 做线上把指导做的这么仔细的 就顺带把我们的这个优化夸了一下 不过确实是大家如果是老学员的话 应该会比较的明白 你像这个的话就是你看 大家日期都是新的 这是今天的 然后我今天才看的作业 这一课他还没 他今天是下午传的 我还没有看 然后这些都是已经看了 你就会对他的一个画面进行一个指导 最开始就是他最开始最开始的时候 还没有抱佑画的这个课程的时候画的 然后我们从最基础的教你 计法啊 调色啊 练习啊 画色环等等等等 他慢慢敲大家写生 最近也是大家比较崩溃啊 画写生 第一次画写生一些叶子 包括这些圆尾画 其实大家都已经真的很棒 但是在一些技法上 大家能看出来有些不是很成熟 所以说需要一个达到一个量的一个技技法 呃技巧 你看云淡 云淡翻高 就是说刚刚有一些可爱真的是没有基础的 但是我不知道云淡翻高 我就是这是他之前上传的 我觉得他可能会有一些素描基础啊 但他的水彩能够感受到他的水彩技法 并不是特别的熟练啊 也是通过了大量的一些练习啊 干画师画一些技法啊 去进行一个练 他写的非常非常认真 然后作业也非常认真 就不管是我们的有基础的 还是没基础的学员 来了之后 你看画的非常的好 是不是 但是在技法上还是会有一些的不成熟 比如说大家普遍小白会遇到的 画面闷啊 颜色是出效果了 但是对于画过水彩的可爱 应该会知道颜色会显得有点脏啊 那这些问题的话 就是我们今后要不断去解决的一些地方 这就是很难说是在三期的画会里面 给大家看到就是一个前后对比图啊 前后对比图 因为大家现在暂时还在一个基础阶段 进行慢慢的一个提升 好像像我们的这个二期的画会 因为看到天地白幼崽又忍不住跳进来了 你像我们的这个描运盒 因为我们的诱化的课程是看了这一期 可以看上一期 能看下一期 也就是说报一期是能看三期的 一期十四堂课 相对于来说的话非常划算的话 就像一节课的话 平均算下来就是加上作业指导的话 可能就是十来块钱啊 就是这种感觉 但是又能学到很多的知识 那描运盒我对他印象也很深 对他印象很深 他一刚开始的时候啊 画水彩的时候 也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看一下最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今天都是随意的去挑出一些 没有提前说是 课定找一些对比非常强的一些画面 给大家看啊 去进行一个招生 我只是就是把 我刚刚看到的一些可爱 他从一开始进行一个画作的一个 慢慢的一个对比 就一点一滴的进行一个 组成的一个加深 然后他在节课之后 有一直在画水彩 一直在跟进水彩 然后画了之后 慢慢越来越好 慢慢越来越好 然后呢画面也会越来越 越出效果一些 当然他也有一些的 技法上的问题啊 有些东西不是说 一下就能攻破的了的 这张画是当时他的毕业作业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能看到他一点一点的进步到现在 这是他临摹的啊 我觉得他非常非常棒 然后现在包括现在 他也一直有画一些相关的画材 比如说前两天 我在发的一些小知识点 他也有在画 看到吗 这就是很多的一个师哥师姐们 他们的一些作品 那花卉的班呢 因为昨天画了一个比较偏写实的嘛 所以说今天就 也是一个比较偏写实 对他们来说应该比较熟悉的 这个方式方法了啊 那么继续再跟进啊 把这个再给他一画 最近又画是天的多少人 东欣是谁 东欣是我们新来的 这个这个这个 国画小姐姐 还问得上 因为我现在拉不上 我现在看不到这个弹幕 我给蓝岸子都安排好了 安排什么 人 人钉兴旺 这个词好像有点 用的不是很恰当啊 好 继续给他进行 他搞起来啊 这个亮部同样是啊 就亮部你不要再去 手 手再去去干扰他了啊 我们就去画这个暗部 你看啊 其实用笔是非常随性的 因为电脑离我很远 然后呢 那个图片啊 在在我的左 左下方有一个 他也是离我很远 我根本就看不到那么多的小细节 没有办法去做到一个绝对的一个去写实 那样的话那课就上太远了 但是我教的大家就是一个方法 如果你学会这个方法 如果你在加 像不像我现在离得这么远的一个画面 那你当然可以去抠一些细节 所以说水彩它也是可以达到一个写实的效果的 但你在用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你看我在不断的画不断的调色 虽然说颜色你看起来啊 是类似的是相同的 但是如果你拿到一个真的原画来看的话 它会有一些细微的微妙的晕染的不同的效果 就是颜色变化 这个会让你的画面看起来不单调 很透润 好我要加深色了啊 好 培恩辉 然后加上点蓝 这个这次我没有用那种群青啊 因为群青的这个颜色 有点偏蓝 有点偏 有点偏紫 你们应该都用过 然后它里面本身会有一点点的沉淀色 什么是沉淀呢 因为在颜料加工的这个工艺当中呢 有一些颜料 它添加了这个成分啊 东西不同 就会导致它在画面中 所留下的这个沉淀效果不一样 那如果是我们画这种比较清透的 清透的这种画面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用到那么多的一个沉淀色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不要去尽量避免去用这个群青啊 褐色啊等等这种沉淀色比较偏多的色调 其实今天这个色调你看 我实际上比原图要偏蓝一点 因为我们画画嘛不能说是画的是一个无色彩的感觉 同意这一点嘛 因为画画不能说是画无色彩 如果你总是看不到色彩 那眼睛里面没有色彩的话 那么你的画面肯定是索然无味的 就是完全的感觉就是照片 但照片有一些照片拍起来就比较偏黑白了 没有这种色彩感 所以说我这个时候就会用蓝色会比较偏多一些些 让它的感觉会更加的好一点 那该要肯定的地方就大胆的给它加深 大胆的肯定一下 看到吗 该深的地方我就可以大胆的去深一深 好 可以让它的这种深浅变化更加的跳脱明确一些 你看相对于昨天我们画的那个鸢尾花 是不是调色要简单很多 我们不需要去参考那个颜色具体是怎么去调 我们只需要去注意今天的明度变化 好 同样跟下面一样 画到这种小水滴的位置也是啊 刚刚流白了一些 那么如果你们看到圆头之后 就叫流白的这个底下这个地方 小水柱的有一侧 它势必是有一个灰面 同时会有一个小小的暗面 这也是提醒大家啊 提醒大家 如果你想要画一个比较偏写实的画作 那么你觉得画大一点的好画还是画小一点的好画呀 肯定是这个纸幅啊 篇章 偏大一点会好画很多 因为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就是眼睛也不费眼睛 同时呢 又能很好的把这个细节给它抠出来 就非常好出效果 你像我们现在的话就是一个十六开的一个纸啊 它的纸张你看我的手放到这儿 你也大概知道这个纸的一个大小了 其实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 那这种小的话 如果你要画写实画 其实是对你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啊 对你的比也是要要求的 要小一些些 那画起来也会比较费神 视觉效果没有那么强烈 好 同样是你看我在画圈圈 圈圈里面有一些 就是深浅变化 可以给它加上 看到吗 你看这个水这个水滴的效果是不是一下就出来了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吧 好 画到底部的这个位置啊 给它稍微的这个位置稍微强调一下 那就是我刚刚起行的一些轮廓线 大家注意啊 培恩辉是加 但是培恩辉不要加太多 如果加太多的话 这个水这个冰块也不会显得特别透润 所以说你基本上用普兰 用湖兰 用太金兰 天兰 就是这些兰 你任选一个都可以 但是这个培恩辉 它势必要用上一些 不然的话这种画面 它是没有办法去压身下去的 我们之前画画的时候很少说加黑色 老师都不让加黑色 说黑色你就会拿红色跟黑色调 但画水彩的时候 有时候该用一些黑色的时候还是需要用的 这个是跟我们说 正式画画跟我们什么过去联考呀 这些还是有所不一样的 有些东西是不一样的 这些地方稍微的加深一点点去强调肯定一点 让它的这种效果更加出来啊 好 画到左边的这个位置继续给它加深 就这个位置啊 有一个比较深的一个线 这我没有看大家弹幕啊 等会儿 就是说你这会儿把你的问题先保留着 等我一会儿 还把以防你的那个问题刷上去了 听到吗 你先保留着啊 然后呢 你一会儿问我 我看到了之后肯定会给你回答 或者你越比较着急的情况下 你就可以联系刚刚我们的客服小姐姐 它会帮助你一些小问题点啊 这会儿今天画的稍微慢一点 是因为今天就没有说完全用到一个留白胶 就小范围的用 大范围的没有去用这个留白胶 你看这个颜色啊 直接就过度过来 你看我有意无意的去给它留上一些白 画画是需要耐心的 如果你就是没有耐心 其实不管你是画写意也好 画画这个写实意也好啊 它都是不成立的 因为写意它不是说槽槽槽两笔就能画出来的 它到后面了之后 它也要稍微去调整一下细节等等 那如果你稍微的话 你一开始就太急躁了 仅仅是认为写意就是快 那么你的这个写意 它画来也不出效果的 你首先你的思路要清晰啊 画画它是有方法可言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又画很多几个月学出来的采迁的学员也好呀 我们的水彩书法 国画 他们的进步会很比较大 但是话说回来啊 就是说我们刚刚已经说比较短短的几个月 但大家一定要之后一定要也要坚持 不能去放下这个东西 它这个东西不是说学了一点之后就好像就什么都会了啊 这个画画它还是需要去不断的去钻研 不断去完完善自己的一个花工的 这边有一些小小的这种颗粒 就给它可以给它留出来 同时让我画到边缘的位置一定要给它卡一下 看到吗 我再画到它的这个边缘的位置是一定要给它卡一下下 上面它会有一个这种小水珠 大家看一下啊 底下的这个位置可以稍微的深一点点 对上面要亮一点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光线它我们可以判断啊 它的这个它这个水在底下有倒影 就是光线它一般就是一个顶光 顶光的一个感觉 所以说它这个顶顶部的这个位置 它还是比较的偏偏亮一点点的 所以说靠下的位置 我们可以就给它两个两个颜色区分开 你看这个你看这个边缘 它就会卡的比较重一点点 这样的话它跟下面的这个颜色 它就能够很很快速的给它区分开 好靠近这个位置的话啊 也是有一个小水珠 小水珠也给它画出来 一身一浅啊 一身一浅 此时此刻啊 我用的都是一个干化法 干化法虽然说慢啊 但是它不会出错 对于我们新手来说的话 你们也完全可以做到的 而且这个相比来说 你会更加能清楚哪里是亮部 这也就不会说像我们上次画 其他的这种画面啊 要有花这种感觉 就感觉一下把亮部给它弄脏了 像这种画的话 它就会看得比较清晰 你看这地方是一个白色 刚开始提前流出来的啊 比较深色的地方 可以稍微的给它过渡一点点的 清水比稍微匀一点点 让它有一点点那种水珠的那种效果 强调一下下就OK了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谁能告诉我用的是什么颜料 我今天用的是歌文的管彩 分装盒 不是不是粉装 就是自己把它挤到一个分装盒里 对对对 是的 花这种小水珠的时候 这个笔上啊 不要占据过多的这个黑 就是培恩灰了 可以用比较清透一点的这个 太金兰 因为它是面向于是更更浅的这个白色嘛 它就会更加的透润一点点 靠近这个底部的这个位置啊 稍微的给它卡一下 这个地方加深 你们看我其实一直在画一个什么线啊 看一下 看啊 我其实一直在画这种类似于这种线 然后流出中间的这种 这种小缝隙 然后利用这种梦幸猴的笔尖 去一直在去弄这些东西 那至于这些东西的喜应 其实有一些是我脑袋里面 就是自己通过它这个规律啊 就主观的去给它处理的 有一些是参考原图 我们不能说完全参考 完全参考的话 这个这个这个原图 它非常高清啊 就容易导致你一直就死磕到里面 就容易特别累 你会容易把画面画灰的 没有主次关系 好 靠近上面这有几个小水珠啊 我们来强调一下 好吗 这个水珠的慢慢的这种效果就会出来了 至于里面那些小细节等等啊 一定要注意你现在画的是亮部 那亮部的话 你的这个陪恩辉不要用过多 稍微的去给它啊 来上一点点就可以OK了 一会我们可以之后再去 加上一点小细节都是可以的 比如说这个地方有一个小水珠 好 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的面 给个背景啊 给个背景啊 好 侧面的这个位置呢 我需要给它继续再加深一点点 因为这个地方就是说如果你用的是比较鲜艳的颜色啊 我有强调过 比如说你用的是美杰勒 MG等等啊 MG等等啊 DIS DIS其实也不是会很鲜艳啊 但是温纱绝对是这些颜料里面最最透明的 透明度最高的颜色 有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这个颜色化完之后 说明颜色有点浅了 浅了是没关系的啊 浅了你可以再加一遍 但是一旦你把颜色化重了 那么有可能那你就不好去改了 这个水彩它没有橡皮擦的 而且它也不能说通过这个颜色去给它厚涂 厚涂的话就失去这种水彩的水味了 好继续 好这边侧面这个面的话 我是需要去给它进行一个统一 就稍微给它匀一点点啊 让它稍微的不要那么的干 我们一会儿啊 还要再做一个整体的调整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是在啊 从一个局部去画一些细节等等 那一会儿的话我们就要就看整体 从整体出发推到局部 再从局部出发再推到整体 一定要看一个大关系它是否成立啊 好画到最右边的这个啊 最右边的这个特别特别密码码 就是你要看到圆图之后 你就那种密集恐惧症都会翻了 里面很多很多小细碎的东西啊 所以说我用局部在这个地方点了一些细碎的 这个留白胶 方便一会儿这个地方不会画特别闷 好这个地方我都没有留留白胶的 我们用刚刚同样的方式去给它画 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亮部不用动了 一遍成型第二遍就画这个灰色调 灰色调刚刚有说了啊 你可以用普兰加群青 我已经说了很多遍了 大家应该这个聪明的脑袋 脑袋应该已经记得很轻了啊 这么简单的颜色还记不清 是不是 好你看我的硬色还是比圆图要偏蓝一点 我觉得蓝色会更加的好看一点 如果你按圆图完全一样的话 那就要还要再加灰 再加灰的话 我觉得它本身你可能画的是很真了 但是你没有水彩的感觉 那你一张作品出来的话 没有人说去看你圆图到底是什么样子 人家会看你的作品是什么样子 就是我觉得有些画作什么叫超写实 我总感觉超写实的感觉意味着 就是说不是真正的说去写实 一个照抄画面 而超写实是超越写实画作的 我之前给给我们的学员看过很多的那个 有一个美国作家画的那个写实的那个 超写实的那个花朵 他在画的时候 他的原画啊 绝对不是原本的那个样子 但是他的画就像加了滤镜一样 他那个画调的饱和度啊 相当于颜色啊 艳丽程度啊 画特别的艳丽 但是你看到他的画面啊 你同样还会觉得他那个画像照片 但是如果他给你一个真实的这个照 这个圆图给你拿过来 你还不一定觉得他画的像照片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你们一定要先摆脱这个照片 先从结构出发 然后这个颜色上 你可以主观的去处理一些 这样的话 你的画作画作才会有味道一些 你像这个地方啊 你看这就深色 这种蓝紫色调 如果你想要加一点灰色啊 你就加一点点 不要加过多 我觉得蓝色会更加的好看一点 不知道你们感觉呢 因为冰块嘛 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凉爽冷 那在色相环里面这种冷色调 基本上就是蓝色调 紫色调 但是灰色啊 黑色 白色 它是无色彩的 知道吧 它是没有颜色的 所以说这种画面 它画到纸面上会不是很好看 你看这个地方 它就很密麻麻的一些小东西啊 我现在其实都是瞇着眼睛看的 然后就有些东西加出来 有些东西没有去加 有些东西就给它留出来了 有些东西就没有去给它留 有些东西就留白了 有些地方直接就给它压 压平凸过去 笔这会儿都没换 没换颜色 之前的那些小线稿啊 其实都已经成了浮云 对于你们小艾老师来说 像这种考验我耐心的这种东西啊 真的是 画写实画是非常需要耐心的 它的技法不难 但是它需要耐心 那耐心这东西确实也不是说 很常人就会有的 我这个那天说过这个问题 这个耐心这个东西很少 现在现代人的话就很少有耐心 对吧 坐那安安静静的画一张画 很少 老师你用的这个勾线笔啊 不好意思老师讲嗨了 没有看到大家弹幕 你用的这个勾线笔是什么 我用勾线笔了吗 我没用勾线笔啊 这个笔是梦兴河的笔啊 这个也不叫勾线笔 这个叫勾线笔 这个是优化自主生产的听家 在淘宝 微店搜索优化的能够买到啊 就是非常价格非常便宜 就是便宜的这些笔 几十块钱 十几二十块钱的这个笔 也很好用 中国毛笔 那有一些西洋画笔的话 大家有的话也可以去用 当然这个就更加适合小白衣来说 而且西洋画笔 现在很多 就是西方的一些画家 也有在用这些这个毛笔 因为价格很便宜 然后也很好用 最缺耐心 梦兴河的蓄水力很强 是的 那梦兴河很好用 梦兴河这个 确实因为 因为我们每次这个笔啊 都是说跟厂家去来回的去沟通嘛 然后我们老师去 试用 不行的话就退 而且 你们不了解 有时候进的一批跟另外一批是不一样的 这个笔啊 所以说每一批其实我们都会用 每次 夏天老师就过来 我就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啊 夏天老师过来说 哎小爱你试试这个梦兴河 哎你试一下这个听家 哎我说哎呀又来笔了 那基本上让我试了这个笔就是就就是放我这了你知道吧 我就好开心啊 就好一把笔 哎有时候就像有一批的梦兴河啊或者啥 感觉不好用啊 就要退回去 重新发 因为我们不是说专门去卖这个笔的一个店店铺啊 就是为了学员提供的那如果还有一些问题的话肯定是要立刻去解决 那这些地方我就一直在就画这种小细节 因为这个是他最密的一个 就稍微的给他画的密一点 那大家看我画的很复杂啊 这谁都会知道吗 这就是吐槽了 这这真的不是看我画的复杂 这这这就是一直在来来回拐弯 你只需要记住就是有一个深浅变化 对不对 这个商业机密都告诉你了 不是商业机密啊 就是这个很很简单的技巧都告诉你了 还说不会 天地以外哦 逮着你了啊 你看我逮着没 来画水彩就是感觉不用太大耐心 水彩它有很多种方式嘛 你看我上次画三色锦也好呀 如果看过我的课的可爱也好 也不是每次都画这种比较偏写实的 但是有一些学员 他们总会觉得写实是 那个进阶段是一个高级班 其实并不是的 这是一个误区 写实反倒是你们啊 有一定的素描基础的同学 哪怕你第一次接触水彩你也是完全可以去画的 难就难在 诗画法 这些真正啊 能不表现水彩水味的这种画法 它会更加难一些 更加的不可琢磨一些 其实这个 不是说特别难的 稍微有些地方 吸一吸 好 你再看一下这个关系啊 大家看有点 我知道大家现在有点小困了啊 你看这边灰 这边亮 现在我们先确定出来了 但是那个颜色啊 我们现在不是说像不像的这个问题啊 我们只去看深浅啊 深浅它出来了 那么它的立体 立体感它就会慢慢出来 明白我的意思吧 所以说这两个面 已经这个地方已经出来了 那这个地方你看 你眯着眼睛你看 是不是要更深 那为什么这个地方深 光源从上面打过来 下面这个地方 是不是 它就会更深一些 然后它的对比也会更强 你看这几个靠近 很暗色的地方 都会显得特别亮 所以你没有这几笔暗色啊 我给你盖住看一下 没有这几笔暗色 就是灰 就是灰 哎 有了这几笔暗色之后 它就会显得 哎 立体感就出来了 哎 太和金绵羊在 今天有男生没 男生给我敲了一 真的是 总感觉又化学员 只有女生 然后每次就只跟 太和金绵羊 还有天地一百欧 然后就是 比较交流的比较多啊 有没有男生啊 总感觉都是女生 是不是 总觉得又化学员 这几年都是一个 女生的感觉 一律按女生来处理 小姐姐来处理啊 樱花归尘 这个名字不像是吧 啊 李源这个应该是 对对对 有印象 因为熊孩子放假了 超级奶爸 好 靠近下面这个地方啊 稍微给它深一点一点 哎 有有一个地方 它是亮的 你看到没 一个地方是 啊 是亮的 稍微给它流出来 我刚刚可能在画的过程中啊 没有把这个东西给它流出来 那么现在就可以手动给它流 即使它不是一个白色啊 没有流出白色 因为刚刚已经画了 那这个时候 即使是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提高这个亮部对比 然后然后暗部啊 暗部对比 把这个亮部给它凸显出来 什么意思呢 这个地方刚刚不小心画深了 那这个时候 我在这个地方 稍微给它点上一笔深色 是不是 那它是不是这个暗面 是不是就出来了 然后这个亮面 是不是就凸显出来了 也就是说 我们经常会说的 那个画负形 啊 正负的负 就是说画负形来凸显正形 而不是说去真的去画正形 画水彩的时候 有时候画背景的时候 会用到这个方式啊 就背景画花朵的背景的时候 可能说画白色花朵的时候 会通过画负形去表现一个正形的一个表现方式 好 我都忘了啊 我这个地方用了一个留白胶 如果用留白胶的话 我就可以迅速一点啊 这个时候我可以用一个湿化法 瞧我这个 瞧我这个爆皮剂 爆性子 好 加上一点清水 清水加完了之后呢 去点染这个深色 好像颜色会阔开 非常美腻 看到吗 它会慢慢的阔开 会非常美丽 其实这个就是湿化法啊 这个就是湿化法 它 它不像干化法一点点的抠 它可能没有那么的细致 细细致啊 但是它的水味会非常强 然后也会很好看 刚刚彭音辉加多了啊 再加点蓝色 你们在说什么 没没没没看懂 这时候不怕画灰啊 因为那个留白胶没接 你配不过去 你配不过去 好 我用这个 再加上一个 着月 你ärke 我用这个 多少 就是 我觉得 我用这个 我用这个 好 你看 继续给它加深 是不是 这个位置 要深一点点 好 靠近这个底部的这个位置啊 也要深一点点 同样啊 如果你这个时候已经耐心耗尽啊 拿出了记者十重功力 画到这个时候已经快要接近崩溃的时候 一定要放下笔啊 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不敢继续再往下画了 继续再往下画了 就容易画肺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忍住手啊 然后就去放松一下 回来再继续画 这个就是干画法的一个 算是难点吧 大家总是看到写实的东西 说啊 这是好棒啊 大神啊 这种 其实有时候就是我们现在没有耐心去 磕这个东西了 这点我应该对我们 画画过彩千般的这个 写实般的 画的好的一些可爱应该 我会比较放心一些 因为他们画彩千都是一遍一遍去叠色嘛 也是比较模仁的 那这种性格如果能能够攻破的话 可能画水彩的写实类会比较适合一点 好一会儿等它干了之后 我们再去把那个暗部一加 因为我们趁湿的时候去点染那个黑色不好看 我们要稍微等它干一点的去叠 知道吗 因为我们刚刚在画干画法的时候 可以直接去上那些黑灰色 但是趁湿的时候 渲染的时候啊 去点染的时候 如果直接加那个黑色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影响这个画面感 有一笔非常非常黑的一点 看到吗 在这个位置 我要我仔细看一下 我都看的不是很轻了 因为跟圆图其实现在我已经有 有一些差别了啊 这些小细节 有一些差别了 就这时候主观就要去处理一下下来 就不能完全的去看了 那个时候眼睛花了 我看大家说的什么 我只会试画法 总感觉干画画出来很突兀 那种情况下 就是说你可能啊 你可能干画法的时候 你刚刚我在课前的时候有说过 这个干画法一定不能在干的这个字眼上做文章 也就是说有一些可爱在画 干画法的时候 它的那个笔上的水分啊 其实会很少 但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点啊 这是一个知识点 也就是说 画干画的时候 笔上的水分 要比你试画的时候 笔上的水分要多 这点能想明白吗 正因为你的底是干的 你的底它在喝水的情况下 很饿很渴的情况下 你的这个笔上的水分 一旦没有达到一个量 那么你的这个纸张会立刻 把你的这个水分吸收掉 但是你在试画法的当中是不同的 试画法底上已经喝了一部分水了 哎 吃了七成饱了 喝了 吃了一碗泡面了 这时候你再给它一瓶水 它可能喝不了那么多了 那这个就是 这就是这就是说 为什么你在干画法的过程当中呢 你也一定要笔上的水分 也要更加充沛 这时候你画干画法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哎 也很水润呀 这干画法不代表说干画法就很干 它也能表现出很水润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我画水彩它没有绝对的 你像今天 你感觉我是在干画法 我是大面积的干画法 但是我局部也有运用湿画法 也有进行一个点燃 它没有说绝对的干画 如果整体都是干画的话 画面会显得非常干色 整体是湿画也会显得画面水气很大 好 这个位置啊 等它先干一点点的之后啊 我们再去给它画 好 这个时候 我让那个云朵 云朵老师给我拍一张照 然后他应该要下班了 然后他先回家 原来如此 那我那我那我会干画了 对对对 湿画笔干颜料少 是的 但是太和静炎炎 这个笔干呢 就也就是对于小白老师说 他们也会误导 那笔干是不是就很干 也不是 这个笔干多少 去跟我们吃饭 这个盐到底是一勺还是两勺 是一个概念的 这个是需要你不断的去学习的 你才能感受到的 才能体会到的 但相对来说 他说的很对 就是颜料 这个笔 湿画的过程当中 已经喝了一部分水了 这个笔上的水就不能过多了 你水上一下过多了之后 这颜色一下就冲开了 冲淡了 就没有这种效果了 所以说他这个 这个点说的是非常好的 完全对的 相对来说 是的 好啊 就是刚刚有学员说 咨询那个课程去找了 这个台湾老师以外啊 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的这个风景的课程 在招生当中 我这个风景的这个图 为什么这么这么这么迷你啊 因为比较高清 可能慢慢在缓冲的过程当中 刚刚不是说这个干话湿话吗 其实我们每一刻啊 都有去学 就是每一个期 我们每一期就是说 现在已经开设的 是水彩的花卉跟风景 然后水彩的一个人物 是由你们波波老师给你们带 在14号啊 会会招生 就开始预售 也是非常非常美腻的啊 但是想要攻破这个水彩人物的话啊 那这个基础一定要打牢 因为我们现在属于一个水彩入门的一个基础班 会把大家的基础打得很牢 然后就是作为你们的一个前期的铺垫啊 我就是你们前期的一个 前期打开的一扇门啊 就是想要给大家把这些基础给它攻破好 那你像现在我所看到 就是我们啊 正在招生的一个水彩入门的一个风景班 然后比较针对的是我们的一个小牌入门 比如说我们前两课会教大家一些干湿画法 技法等等 那第三课的时候 已经要大家画一些小景了 其实风景画不同于我们呃 这个花卉啊 来说它涵盖的面会更加广一些些 因为在画风景的时候 也会画到一些花卉 花丛 树林 那花卉呢 它又有它独到的美 所以说它分出来一个别类 那其实技法上 它基本上是相同的 但是在方法和步骤上是各有各的突出点和重点难点的不同 就是我们在画风景也好 画花卉也好 镜物也好 包括我今天讲的这个 这个偏向又这种比较想插画风格啊 也不算插画吧 现在是写实风格的这种物体啊 它同样是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个方法可言 如果你找到了方法之后啊 你再去攻破的话就会非常的方便一些 你像钢笔弹材 其实它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属于水彩 它其实钢笔弹材 它其实意义上是属于速写一类的啊 但是它也需要用色啊 现在也是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个画法 所以之后的课程里面都会加入这种钢笔弹材 那从线稿一直到起行 而这些东西都会要交给大家 包括你说我刚刚说的这种花丛 在一张整幅的画面当中 在尤其是风景画里面啊 很少啊 也有 也像日本的什么阿布置信啊等等啊 有一些画家会画一些比较偏写实的风景 但是写实的风景会比较偏少一些些啊 难度会更大一点 会更加磨人一点啊 那比较写意一点的感觉 它更加的多一些 像这种花丛 它就会比较偏向于这种写意一点 然后去看的是一个整体的大关系 已经光影的效果 第七课呢 第八课啊 这些都是属于一个诗画啊 干画的一个结合的一个方式 也是这次带大家想要去临摹一些大事的作品 然后感受一下我们平时临摹的时候去如何去下手 到之后的几堂课的时候就已经啊 相关有一些的完整的画面要出来 不要出效果的一些作品 比如说海景呀 小船呀 整体射雕丝那种诗画啊 都会慢慢的出来 好 那之后的话 就是一个大肠颈呀 云朵呀 你像其实这一颗啊 12颗你们能够从眼睛能够感受出来啊 这个12颗是不是相对来说 刚刚之前的偏小写实一点 那这种技法也会教大家 其实这个 它出效果啊 是出效果 但是它不难的 就是说掌握一些技法 它就会很好画 像这种 其实它会比较难 因为它跟圆图的色调会比较偏差大 你看到的圆图这个风车并不是这样的 它会有一些主观处理 也就是说正是面对一个真正的话去如何去处理的一个方式 下面是我们一些学员的作品啊 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当期的课的作品 大家的画非常棒 我说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已经面带微笑了 我喝口水啊 我已经面带微笑了 就很开心 还有很多学员的一个作品啊 都会 那想要关注一下大家 这一期的一个毕业典礼的话 我的毕业典礼的时间是本周的周五的晚上七点 是我们二期风景的毕业典礼 大家可以来看一看 见证一下小白到大神的一个转变 好吗 就是本周五的啊 晚上七点 还是在B站 还是在B站 好了 继续啊 就是把我们接下来的东西给它弄完 老母亲的微笑 好 这个地方啊 等它稍微的干一点点啊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给它把这个 接掉 我手边没有拿这个猪皮胶啊 嗯 这个没有拿猪皮胶不是很好接 用指甲盖 把这些小的东西给它抠出来 是的 又要新的一期风景了 你像我们报了那个花卉班的 还有报了风景班的啊 学员就是连轴转 风景来了 花卉花卉来的风景就是 尽量这样一直接着 别断 有时候自己在画画的时候啊 状态好的时候一定别别断 就是继续再画着 即使啊 没有再上课了也要 有有感觉一定要画着 有时候这个水彩就是需要一个量的 猪皮胶是什么 我一会给你拿啊 猪皮胶 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猪皮啊 但它就是来擦掉我们的这个 这个留白胶的一个工具 臭臭的 其实有时候我不是特别爱用留白胶 因为因为有时候因为用过留白胶的可爱 应该知道我为什么不爱用留白胶 因为留白胶有时候 它接了之后它会有那种边痕 你们应该都遇到过吧 如果画画过的 那其实有时候我 我不是特别爱用留白胶 但是留白胶呢 它有个好处 就是说在部分的画面 像我们之前画那个海浪啊 就用留白胶就非常好 所以说到底是需不需要用的是个情况啊 你要看你具体画是什么方面的一个类型 你像今天的这个啊 它就可以用到留白胶 因为今天这个东西会比较的多 就是小水珠会比较多 你就可以用到一个留白胶去给它节约你的时间嘛 节约你的省事 这个这个是图留白胶了 小银 只有这个地方图了 就是刚刚随手给大家演示的来了几笔 其他地方都没有图留白胶 图了图了一两笔的留白胶 不图也行 图也行 为什么说不图也行呢 因为今天的这个 即使你画的跟原图不一样 它也会出效果 所以说你图不图 这个对你的影响不大 如果你要在表现一些 确切的一个物体的时候 然后你用留白胶画会更加的方便快捷的时候 那么你就要去用用 不要去不用它 它就是很好用的 大家困了吗 好 我现在把这个投影啊 给它一加 然后我们就开始 整体的再去调整调整啊 其实它比较 自己画的话 会其实相对来说会比较快一点点 好 投影的这个位置呢 我们就可以去 大面积的去刷水了 如果你不想刷水的话 也可以直接用一个浅色代替这个清水 好 你现在看到的是 说一句话 被自己逗笑 你现在看到的是中央卫视 什么什么什么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是啊 我现在用浅浅色的时候啊 给它铺了一个底 铺了这个底呢 就相当于像 像是我们留了一个 有色底一样 就相当于给它铺水 只不过是我没有去铺 清水 而是铺了一个淡淡淡的水 方法就一样的啊 那我们知道啊 这个跟这个相比啊 那水肯定更加柔软 是不是 我们就可以联想到这种感觉 那这个地方是不是用湿化法 它会比较贴切一点 比较虚 虚描一点点 所以说这个时候趁湿的时候 我给它去点染一点点的颜色 没有了 老师你你一直画 我就敢一直看 行嘞 好嘞 这里啊 看点深一点点 应该能感受到吧 看原图 看原图这种大的感觉 这个地方有点反光啊 干了干了之后 你们会看清一点 好 它这个水 水也是一样的道理啊 你看 之前不是教你们画那个水珠啊 水滴 这是水 哪怕是一滩的这个水 它跟冰块一个道理 就是它亮部啊 你第一遍画 就不要再去动了 然后呢 之后就是画这个暗部的颜色之后 你就可以去用这个水彩的技法 去给它点染上去 然后继续我要刷一点点清水 大家看一下啊 清水的时候 我这个时候刷的时候是笔朝下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样的话 它的这个这个笔触 它这个颜色是慢慢往下去流淌的 这样的话会比较 贴切一下我们这个阴影啊 玉米方式也是一个小知识点 清水啊 清水 好 现在此刻你所看到的是湿画法 板子稍微的立一点点啊 倾斜角度 为什么立呢 它会往下流淌 我们不需要这个时候还要再去写实了 这个时候可以稍微的让它有一点点水的效果 哎 这炸开的感觉还挺好的 那我就不去管它了 好 同样是啊 湿化 它柔美 柔和到下面过渡一点点啊 湿化的时候要控制笔上水 如果水特别多的情况下 它都会炸开 这样就是炸开 那炸开 有时候你可以去主观的去创造一些这种效果 如果不需要炸开 你的水就要控制一下 趁湿的时候可以做很多的东西出来 趁湿的时候它的边缘也会比较的自然 它会比较的柔美柔和一点 里面的这种小小点点 我在它半湿不干的时候控制一下笔上的水分 稍微给它带上一点点 一会儿再给它稍微来上一点点就OK 好这边 好还记得我刚刚这边刷水了吗 但是啊 因为动作有点慢 它又干了 这个时候不要再下笔 下笔那一刻就知道它水干了啊 用另外一个清水笔给它再匀一下下 湿一点点啊 蓄一次水 这个是相当于它 它应该在拍摄这个 这个东西的时候啊 下面有一个 有一个桌子 白色的这种玻璃板嘛 或者之类的 或者有可能它放到一个玻璃上 有可能这样去拍的 可能这样会更加出效果一点 好 一直在湿中 湿的过程中去点湿 啊 下笔那一刻就知道水稍微多了 我可以拿纸巾稍微把笔吸一下下 让它的那种效果 尽量做到一个 比较自然向下流淌的一个感觉就OK了 好 这个过程中呢 趁湿的时候可以做到一些干了之后 还可以再继续给它加入一些小细节 这个时候我要给它 这些加上一些小的那种小水滴 小水猪 小水猪 哈喽大家 大家还在吗 一抬头本来还想到你们弹幕应该刷上去了 结果弹幕还在 看困了啊 看困了情有可原 好 这种大感觉出来之后 我们局部的去调整一下 我们的这个画面啊 主要调整画面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现在整体已经给它画完了 那么我现在需要看一下一个大关系 什么是大关系呢 来看一看啊 看一看 瞧一瞧啊 我们把这个画面给它放了高高一点啊 高一点 那我们基本上跟这个 这个图片啊 基本上是一致的这种大小的情况下 这样是大家能够看得更清楚 我们看一下它局部 还有哪些地方是需要进行调整的 我们就去看深浅变化 因为细节是一开始 就是主体啊 整体是一开始进行的 细节是辅助的 但是之后呢 我们不是说画到这就完了 它完全还没有完 没有结束 那这个过程中 我就要去看它哪里还要再加深 这个其实是一个支持点 比如说这个地方 你看啊 这两块就没有区分开 所以说这个位置是一定要去给它啊 进行一个加深的 我现在这先放高啊 先放高啊 算我放近吧 让大家看了问题 我再提一下吧啊 这个地方你看啊 需要再加深 这样离远大家能退后能看到啊 然后呢 这个地方我可以再给它来一笔 让这个地方更透 因为这个地方如果不够透的话 你这个地方可以再再按一下 然后把这些小珠子啊 按部再给它加深一点点 好 这个位置的这个黑色啊 可以再来一点 还更加强烈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深色 对不对 这个地方还可以再深 因为刚刚我们试画法 没有深到底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调整 你的画面才是完整的 也是告诉大家 不管你画几遍 你到最后你思路一定要清晰 哪怕这个时候你已经出去去吃 吃烤肉啊 吃烧烤了 你这个回来的时候 你一定要清晰这个东西 你还有哪个地方没有做到 一定要退远去看 不能一直局限于一个画面当中 一直目不转睛去盯着 然后没有去考虑一个整体关系 这样的话就会导致啊 你在细致刻画的环节里面 一直在去画亮部 就会导致亮部画脏了 好 现在我们去调整按部啊 你看亮部 其实我一开始就是 给教你们亮部 到现在都没有动 发现没 每次讲这个课的时候 我都会说到 这个亮部很重要 亮部很重要 因为水彩没有覆盖性 亮部很重要 但是就是还是记不住 一个是记不住的话 一个是这个就是常见问题点 我刚开始学水彩的时候 我也会遇到这个问题 就是记不住 那没办法 有时候你只有多练 多失败 你才能长 长记性 这个地方亮部啊 到怎么怎么留啊 到底在什么位置啊 主观思考呀 这些都是需要去 多去感受的 去加重 该加重的一个位置 好 刚刚看远了之后 思路就会清晰一点 谁 我又一年画完了 可以啊 手动点赞 好 大家注意啊 我所强调的点 即使现在在亮部啊 我也是在强调一个灰面和暗面 把这个东西给它强调清 我现在没画的过程中 我是在反复的去对比去看啊 有可能没有说话 对 你看这说的多对 只要你暗部黑 啊 一切就会出效果 但是至于你画的细不细 那要看你的功底了 我今天的算子画 不不不是很细的 你想边讲边给大家画 然后这才过了多长时间吗 如果大家不不讲啊 就是去画三个小时 就是你们应该画的会比我细一点 你们会比我细 但是有可能就会区分不来面 就会容易画灰 这这点就是稍微注意一下 感觉呢 自我感觉呢 自我感觉觉得 觉得简单还是觉得难呀 觉得简单 敲个一 觉得难 敲个二 不是记不住 画着画着就神奇的不亮了 画进去了 有时候亮面就不知道在哪了 然后画着画着就不知道亮面去哪了 是吧 然后再有时候就画进去了 然后再有一种情况是啥呢 我一直都记着亮面 但亮面第一片就被我搞脏了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在 就是说我一直记得老师 铭记老师这一点 找亮面找暗面 但是呢 我第一笔的这个颜色它就脏了 为什么脏呢 我的笔不干净啊 水不干净啊 调色不干净啊 混合了过多种 画亮面 那就可能会导致这种情况发生 另外一个可能是在起行的过程中 过程当中 就没有区分出到底哪里是亮 哪里是暗 思路还乱着呢 然后就直接开始动笔画了 画着画着也不知道哪里是暗部了 就容易 不行 为什么我我说不让你们更根画 为什么干根画那么出效果 根画为什么出效果 就是因为根画 你就不用去思考了 你直接看 我哪里深 你去家哪里 你就知道了 是不是 但你自己画的时候 你就不记得这些东西了 二二二三三三 三是什么 一点五 我 画着画行就没了 这点跟我很像啊 你看我现在刚起的行 其实也没有完全参照了 一个是我这离的话筒真的很远 看不清 另外一个就是说 今天这个不需要说是看的那么轻的去抠 那你看你画什么了 白欧白欧平时画挺好的呀 然后刚刚说泰克森绵延也画挺好的呀 小隐小隐那个素描和那个彩纤也很好呀 不管你叠加几遍啊 记住 不管你叠加几遍 你要注意这个边缘 舒服一点 那可能叠加过多遍的话 就会导致你这个边缘参差不齐 所以说尽量可以少叠就少叠 尽量可以尽快的能够达到效果 就尽快达到效果 也会更好 好 我刚刚继续说的这个位置啊 继续加深 不能直接偷懒啊 直接用裴恩辉 还是要加懒 每次看公开课都有一些经典语录 我经典语录是啥呀 你给我打一下 我还自己不知道呢 我有什么经典语录啊 我们VIP学员 我有什么经典语录啊 敲一下 小隐老师的口头禅是啥 小隐老师的口头禅是啥呀 我刚刚在讲起形的时候 这有一个面啊 记得吧 所以说这个线一定要强调 这是另外一个面 一卡它就会出来 VI科就是经典语录 那是我的口误 不是经典语录 太多了 我打得太慢了 你们让我伤心了啊 是不是现在看困了 你们看 我真是为你们操碎了心 真的是 困了是吧 是不是想抽奖啊 是想抽奖吗 我一说抽奖 估计把一些人就炸出来了 我要我要抽奖 底部这里面啊 稍微要伸上一点点 这个地方啊 卡一下 不行了 我我我我我说 你看初晓 我在我在我在 你看你看你们 你看路过的鱼也被炸出来了吧 你看 我又不说抽奖 没有能动 哎 你想要什么 想要什么 我今天送一个梦星河吧 梦星河这么好用 好不好 送一个梦星河 送一个 送一个梦星河 然后 再加一个 加一个周边吧 加个小书签 好不好 你们都不吭声是吧 来来来啊 好 说一下规则啊 真好要 说一下规则啊 就是那我要说啥呀 设设计一个什么 那肯定是我中奖啊 好 那那我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刚刚反正大家也没有回回复我什么 我的这个语度是什么 看大家都出来了 真的是 啊 那咱们就不行就刷吧 咱们就是拼运气 行不行 然后呢 大家就随便刷 然后我 我但是我要我要挑一个幸运数字吧 挑一个五 我刚脑海里面就蹦了一个五啊 那就是 以我这边的网络为准 然后刷上去之后 从下 往上数的第五位幸运宝贝 就是你 行了吧 我也不设置这个奖项啊 说我不会这个奖 我不会这个 知识不处 咱就拼运气啊 没有拿到也不要 那啥啊 这是给你们额外添加一个福利 然后我就截图 我先试一下啊 好 可以 好吧 现在开始刷 我数 三二一啊 等你们一下下 我闭着眼睛啊 是第五个啊 刷吧 刷吧 五 四 三 二 一 我已经截平了啊 我已经截平了 我刚刚说 从下到上第三 第五位幸运可爱 我看看是谁啊 出小 一 二 三 四 五 哎呦 不知道是不是咱们 VIP的学员 我发现每次抽的时候 可能都没有抽到VIP学员啊 这是我看我对不对啊 你看从下往上数嘛 下面没有了啊 下面你看我这儿没有 下面是喂辣条的啊 然后呢 从从下往上数 然后出小 一二三四五 这个 保存一下 是谁啊 我刚刚是 是谁啊 这个这个人给我刷一个七 蹦出来是谁啊 是是是老学员吗 还是 还是谁啊 这位学员啊 这位幸运的观众 就联系一下 刚刚我说的幼化的客服 知道怎么联系吗 哪一个可爱啊 你没有再回回我了 我都不配进入截图 小影不怪我啊 我说今天看你在 我就说 抽个奖吧 上次我就抽奖了 你 你没在 没办法 这不是看你们困了吗 就是破天荒的时候 抽一个小奖 我其实基本上就是 已经大的感觉 已经完了啊 稍微后面再加点深色 就可以了 谁 是谁 我第四 我蜻蜓 啊 蜻蜓是我们老学员 蜻蜓今天 我们还私聊了呢 蜻蜓蜓蜓是我们 三七一花卉的是吧 嘿嘿 那OK了 直接联系班主任就行了 明天我们工修 蜻蜓你等一等啊 就是明天工修 可能没人回你 我记着这事呢 然后呢 我我我我我 我我后天 发火 好 基本上我们今天 这些知识点都完了啊 我又需要稍微做一下 一个小总结 我们今天就可以 哎 轻轻松松的下一个课 洗个澡 睡个觉 虽然说今天 大家看挺累的啊 但是有几个知识点 我一会总结的时候 大家希望听一下 这样的话你可能刚听完我的课 关了手机 立刻就是马动什么煤啊 就根本就不记得 这个我今天讲的是什么了 我稍微要总结一下给大家 这样的话 你稍微思路清晰一点 你明天或者说之后啊 再去画一个比较偏写实的 类型的时候 你就会思路更加清晰一点 好不好 哦 风景二期 对对对对 你看我这都已经激乱了 好 我们离远了之后啊 我们的这个画面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大效果已经出来了 已经映入眼前了啊 它的整体的颜色会比较 我把它调的偏蓝了一点点 因为我觉得蓝色更有这种水龙的感觉 如果是特别偏黑色 就有点像不锈钢 不锈钢物体的 不锈钢物体的话就会有点不是特别好看 所以说我整体的话会给它偏向于这种蓝色调 我觉得这样会更加好看一点 好 总结一下啊 今天我们刚刚一开始说的就是我们的画面当中的一个明度 一个明度啊 从深到浅的一个明度关系 这就是我们在画这种单色物体的时候需要考虑到的 而不是说单色 其实单色就特别像素描 素描就是铅笔 它就是有单色 所以说它需要啊 用力深和用力浅 而我们水彩是需要加水多和加水少 来表现它的一个深浅关系 如果你能控制到这一点的话 今天这张画并不难 那好 我说到这一点之后 大家已经对这个明度有概念了 那就知道我们的量不需要加很多的水 而暗部需要少量的水 而需要在这个蓝色的基础上 加上一点点的盆灰色 那么两个颜色相调之后 啊就可以达到一个这样一个深度 很简单 很简单的方法啊 就我们今天总共就用了三种颜色 非常简单也很出效果 好 这个就是前提的一个点 那一定要区分一个明暗关系 其实今天这个明暗很好找 如果这个画面你拿到手啊 就关注右画的公众号 你拿到手当中 你会容易放大细节 去看细节会觉得好难 但一定要像我们现在右上角一样 把它放成一个缩略图 先去看大关系 大感觉 大感觉出来之后 我们去找到明暗关系 再去强调暗部和和这个亮部 那么至于这个暗部的这个位置啊 我们就可以通过去加这个深色 比如说啊 某些地方不够暗 我们可以通过加深色 去给它去加深 但它跟彩迁有所不同的点 大家记住啊 彩迁可以不限的去叠色啊 除非是叠色叠不上的情况下 但是画水彩 它也是一个道理 如果你叠加过多次的话 颜色会产生灰的那种状态啊 所以说不要反复的 在你的画面当中蹭的过多次 蹭的过多次 或者说画过多的一个小细节 我们可以稍微的去给它 点带一个最深的颜色就OK了 出来效果就OK了 就不要去啊 再去大的大的整体 再去动它了 就是一个点啊 好 之后就是一个 大家比较头疼的一些小细节 这个小细节怎么去处理啊 小细节其实今天我说了很简单 你就把它当成一个这种水滴 那水滴在画的时候 从一个浅色调 浅色调画过来之后 它里面再加深 再加深 深的点一点点啊 它的这种深浅变化出来之后 这个水滴的效果就会自然的会出来 那刚刚我再画了好几次 我都是直接 你看 是直接画了一个圈 然后里面它有些地方会比较偏深一点点的 会给它稍微点带一下 那这个小水珠它就会非常明显的出来 好 最后总结一下这个倒影啊 倒影的这个位置 刚刚进行了一个湿 湿化 我觉得这个时候还可以再稍微的加深 那么在湿化的第一遍已经刷水的情况下 第二遍我们就可以着重的去把一些 这些更加偏重的方法去给它干化 就是干湿是可以结合的 这个时候你看 比较偏深的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继续的给它稍微的啊 点带一下 深深 加深一点点 比如说这个位置 它里面会有一些小细节 我们可以啊 让它再重一点 因为它下面应该是一个玻璃 或者说一个透明的一个板子啊 之类的 所以说它的一个映射的一个反馈 也是非常强烈的一个明暗对比 所以说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一点啊 把它的这个体积关系给它再做出来 哎对了包括这个侧面啊 我今天画的其实比较着急了 你看这个地方 有一个小侧的面 包括这边 看到吗 它水也是一个厚度的 你给它加深出来 波波的幸运数字是6 小爱的是5 哎我也不知道 我这应该不是我的幸运数字 只是刚刚我说猜数字的时候 然后我脑海里面蹦的就是5 我就说那就从上到下 从下到上第5个 你们波波老师的这个水那个花卉 不是人物啊即将开课 你们看到那个海报了吗 特别美是吧 晕到下面啊 不要接到这个纸板上 接到纸板上就会有点太突兀了 好 这个地方稍微给它来上一点的这种蓝色调 好的 好的 清停一会儿到时候记得就是稍要稍微提醒一下下我记得你但是 到时候你自发一下我 你自发一下我 这样到时候你要把地址要发给你 我 好了 那么今天的这个课就上完了 然后大家有没有一点点小小的收获呢 对于一个比较偏向于写实一点的水彩画 有吗 好 至于一些细的细节的话啊 这个在画面当中我就不去过多的去去抠它了啊 就没有一没有太大意义了 我们需要注意一下画整体的一个感觉就可以了 比如说画到这个边缘的地方 其实可以稍微的虚一点点 靠近处的地方可以稍微的时尚一点点 会更加的好一些 OK 好 那么我们今天就可以下课了 还好啊 我以为会要上到十点半呢 那大家没有问题的话 就刚刚有没有问题刷上去的没有说的 我我等一下你看一下你有什么问题吗 你有问题的话可以问一下 没有问题的可爱可以去睡觉了 我觉得是名字起错了都路过了 哈哈哈 路过的鱼 太可爱了 对啊 以为要脱堂 那难道现在没脱堂吗 现在也是脱堂 但是是正常范围的 好 那么我们就没有问题的话就可以 问题是没中奖 哈哈哈 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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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 别问问就是没有 还有没有抽奖 下次下次啊 你看我我刚刚其实都没有安排说要抽奖 然后说看你们大家困了抽一个奖吧 啊 孟星河又非常好用 感谢大家支持优化自主生产的这些笔 非常好 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敲一个8 我们就下课回家晚安 这个录播的话也会在这个B站上会有啊 后天的时候 还有作品图也是后天的时候 因为明天工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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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